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顶礼本身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同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今天我们讲《大乘庄严经论》当中讲求法品 现在我们每个佛教徒求法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求法的确也得不到解脱 就得不到解脱 今天讲求解脱 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学习大乘佛法的机会很难得 有了学习大乘佛法这么殊胜的因缘的时候 每个人应该我觉得有必要 哪怕是比如说你在听课需要一年的时间 需要一年的时间或者两三年的时间 你也应该放弃很多时间的琐事 当然我们不能根本的尤其是一些在家人讲 有些工作 家庭全部放弃的话恐怕也要值得考虑 有些真正出家的话自己应该生死熟虑 最后选择也没有什么否认的但最好先 因为很多人比较冲动冲动的心态过一段时间会消失的 冲动的爱 冲动的恨冲动的很多情绪 心态很容易变化 所以说佛学当中也讲到《毗奈耶经》里面讲 一般人冲动的时候也不能让他出家 比如说跟他传授别解脱戒这些都是不允许的 先应该把冲动的心态平静下来然后要寻找真正的解脱之道 要寻找解脱之道的时候也需要求善知识 求解脱前面必须要求解脱的善知识 如果在善知识面前没有听闻真正的佛法 那在生死轮回当中很难得到解脱应该是在《大积经》吧 《大积经》里面讲到 就是说远离善知识不闻清净法 在生死轮回当中永远都可以说是不能解脱的 被贪嗔痴烦恶恶恶而所束缚 始终在轮回当中得不到解脱的 所以我们人在宝贵的一生当中遇到佛法很难 遇到善知识更难遇到善知识之后应该尽情地去听闻佛法 然后实际行动当中去修行和利益众生 因此每个人在修学的过程当中非常关键 就是心非常关键我们下面也会讲的 不管是解脱也好或者束缚在轮回当中堕落也好 心非常重要的因此首先我们要希求解脱的话 要认识自己的心也就是说 我们很多人可能求法的人比较多 但是懂得自信的人通过修行来能调伏自信的 这样的修行人比较少所以我们要学会观心 有些是短短的时间当中收获很大 经常学会观心改变很大 原来是贪嗔痴 烦恼嫉妒特别严重的 但后来因为通过修行发融入心以后 在行为当中非常明显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要修行 修行很重要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希求解脱的话 下面会讲解脱有四种不同解脱的差别 其中第一个解脱有专业的解脱 我们现在的分别念和现在的心态没有专业的 所以没有专业之前我们毕竟是反复的心绪 一旦专业的时候那么这些对我们来讲不是烦恼 所以首先第一个是专业的解脱 那么这个是什么样呢 众子专业故显现出今生 专业无露戒 彼所依偏行 这是第一个 阿难耶识转移到清净的处 清净的经 清净的身体 全部转移无露戒 这个便于一切的 这个是第一段 第二个就是说 以能取分别 转移无分别 刹土知识也视为狮子哉 我们说 包括阿难耶识的话 七识或者八识吧 如果说八识的话 一识指的是然无一识 然后能取是指的是无根 根识 分别的话指的是意识 无根识 还有分别的意识 这些就转移 转移成什么呢 首先是然无一识 变成无分别智慧 然后能取的分别 变成什么呢 清净的刹土 无根识变成清净的刹土 以识变为智子哉和实业子哉 成为四种子哉 这个可能下面会有解释吧 我在字面上是这样解释的 再稍微广一点跟大家说的话 就是说我们什么叫做解脱呢 昔日解脱就是说在贪嗔痴烦恼 烦恼症和所知症包括他的习气 能取所取 这些都是全部断除了 这种过程叫做解脱 在这里说是种子转移 种子的话整个轮回的习气 实际上在阿难耶上面 阿难耶也成为一个种子 阿难耶通过修行之后 最后阿难耶稣慢慢都会变成三种法 转移成三种法什么三种法呢 原来是阿难耶稣 阿难耶稣上面显现的畜 畜指的是七世界 原来是七世界非常肮脏的 高地不平的 瓦斯 金鸡这样不精进的世界 但是一旦阿难耶稣转移以后 七世界变成琉璃 水晶 麻辣 双湖 就像极乐世界和琉璃光的世界一样 七世界变成清净这是第一个法 第二个法是晶 也就是显现的六晶 六晶指的是色身香味粗 色身香味粗的话 那么以前不清净的 我们色身香味粗直接给我们带来痛苦 声音也好 色法也好 味道也好 这些都是对我们带来痛苦 但是你的精已经转移之后 这些都是已经灭味的 就像极乐世界和清净刹土的五妙语一样 然后还有身体的话 原来他这里身指的是五根石 从严根到一根之间的五根石 五根石也可以变成清净 什么变成清净的话 原来我们每一个根只能取一个对境 但是到了转移之后 比如说严根的话他取其他的根 还有到了一地菩萨的时候 十二种百数的功德 转移等等有很多的 所以这些都是种子转移 也就是说阿难耶转移到清净智慧的时候 其实它有三个 一个是七世界变成清净的 一个是对境的外境六云变成清净的 一个是内六根石变成清净的 这叫做刚才前面不是讲的吧 就是说是处和净和身 这是佛教当中经常用的 处和净身这几个三种会转移的 这是第一步 也就是说阿难耶他本身是无漏的法界 也是解脱的所以他能变形所有的功德 因为阿难耶大家都知道 阿难耶他是一切的 包括我们的仪式也好 或者有为法也好 一切法的根本吧 如果阿难耶是转移的话 在蒙著意义上面其实他整个其他的很多 我们下面所讲到的这些法都已经转移 都已经普遍转移 也有这个意思 因为他是无漏的戒 他的无漏戒实际上祈祷的作用 跟其他的转移也起着根本性的作用 这是第一个 比索义 比索义变形 下面讲燃无仪式 什么是燃无仪式呢 大家都知道 当他没有转移的时候 他圆着阿难耶 然后就认为我和我所 这么一个撒迦也叫做燃无仪式 那么一旦转移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无分别 原来我和我所知的话 没有分别了 这是燃无仪式 然后第二个叫能取五根式 能取五根式没有转移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眼耳鼻舌身 这五种根式 他都取得自己的对境 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的 他一旦转移之后 他获得显现的是清净的刹土 我们分别的意识 他没有转移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他是执着外境的这么一个行事 但一旦转移的时候 获得了智慧和事业的自在 就是四种自在 所以他这里所谓的智慧自在 意思就是说 已经成就了十无碍劫 十无碍劫 我们前面也是学过吧 就是法无碍劫 义无碍劫 次无碍劫 便采无碍劫 法无碍劫的话 凡是所有的一切万法 他的名称也好 他一切法的本业都没有任何阻碍 通达的意思 通达的 义无碍劫的话 一切万法的意义 包括中相 自相 这些都是无碍的通达 次无碍劫的话 这样的意义以各种不同的语言来给众生宣说 不同众生的语言来辩才 次无碍 不像有些人只懂汉语 有些人不懂藏语 今天我中午的时候有三个人一起对话 我说藏语的时候有一个人听得懂 一个人听得懂汉语 他们两个通到日本的语言 我们是三教信一样的 我用说汉语的时候这个人听得懂 但是这个人听不懂他们两个说日语的时候 我听不懂我用说藏语的时候 这个人听得懂 但是这个人听不懂 我们三个语言互相翻译出来也是很累 每个人都通两个语言 但是实际上都不能三个人一起沟通 所以四五二戒我们还没有如果有四五二戒都可以的了 这个叫做四五二戒 这个刚才是智慧自在 智慧自在的话又得到四五二戒智慧自在的 十一自在 十一自在度化众生方面有六种神通 六种神通比如说烟通还有天烟通这些六种神通已经获得自在 这个叫做四一无碍度化众生的事业的时候有神通很重要 不然没有神通有些人明明欺骗的话自己都不知道 还认为是真实的对对对对 后来才发现原来这是因为没有神通的原因 别人是故意欺骗的也有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刚才前面什么是专意解脱的话 其实这个是在大乘佛教当中 尤其是讲卫世众的观点的时候很重要的 我们有些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专意 专意的意思是什么 佛教卫世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名字 那这样阿难也可以专意成 刚才讲到七世界和有情世界的经和有经这么清净 这样的清净也就是说其中它变成四种自在当中的第一个 无分别自在吧 下面是变成这 阿难也是没有它是诸变的 它是变形的下面然无意识变成无分别自在 无根实变成清净刹土的自在 意识变成智慧和事业自在 这样的话然无意识阿难也没有变那一个自在 但是它相当于是一个基础一样它变形 它跟后面的包括然无意识其实阿难也识也是基础的 然意识阿难也识也是基础的 还有我们的六根实 五根实 他这里讲五根实也是它是基础的 所以阿难也识是变形的它全部都基础 然后在这个上面我们说的八识吧 六种识 六种识加上然无意识再加上阿难也识 这八种识都转移成清净 转移成清净的时候获得了四种自在 总而言之我们在这里要得到这样的内容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下面说这四种自在在不同的地当中怎么对应呢 下面讲道 王德摩尤拉索比萨斯姆拉尔纳尔吉拉尔纳尼德雷尔仙 王瑞瑞罗巴因 还可以 今天他们都不走不然到这个时候都该走了 对 今天他们后面的有些可能听不懂很想走 但是我刚才说了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下面就是说不懂当善地获得四自在 一则二自在 与地须各一 四种自在是刚才讲了 这个转移以后就获得了四种自在 但一般真正的阿难也转移到了第八地的时候才转移的 所以我们现在还不能转移 还不能转移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有分别念呢 我们为什么现在七世界显得不清净 这些原因实际上我们还没有获得真正的自在 那么获得这些自在的时候 我们讲到第八地不懂地 不懂地还有第九地是善毁地 第十地叫法云地 那么这三地当中分别四种自在是获得的 也就是说第一个 这三地当中获得这四自在 第一个指的是八地 也就是说获得五分别的自在 他这里一则二自在 也就是说到了八地不懂地的时候 获得了五分别的自在和清净刹土的自在 这两个自在获得的 其余的九地和十地分别余地各各亿 也就是说到了九地 善毁地的时候 他获得智慧自在 刚才我们讲了 因为八地的时候一般 我们讲《入中乐和十地经》的时候也会这样说的 到八地的时候就像江河自然而然的流入大海一样的 就是无分别念自然的 不会现在我们 安住一段时间以后又产生一个分别念 不是这样的 到了第八地的时候 这种出顶和入顶基本上是无有分别的 而且无分别的智慧自然流落 这是八地的时候无分别的自在已经获得了 然后到了九地的时候说智慧自在 就刚才还有一个刹土自在 刹土自在的话到了第八地菩萨的时候 他所向往的刹土都是清净刹土 到了第八地的时候我们现在 有些因为还没有获得清净刹土 包括自己所创造的寺院或者房屋 这些都是很费力的 不清净的 原来有一个四川的老尼姑给我讲 他说他已经干了十三年吧 十三年当中大雄宝殿已经修好了 大雄宝殿修好了 但其他的还费劲得很 修不懂 费劲得很 意思是他十三年当中只修大雄宝殿 凡是很努力的 有些人还是很有勇气 不然有些人可能十几年还在一个大雄宝殿上面住 的话其他没有进展可能是没有勇气了 但是他说后面还要想修 但是费劲得很多加持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获得刹土自在的话 都想自己的寺院 自己周围的世界创造 或者给他产生一个作用包括你所住的地方需要旅火 也比较痛苦的 甚至自己可能居住的地方都不一定有自在 不要说清净的刹土自己的房屋都获得有时候保不住 但是到了八地的时候他所需要实现的刹土 不管是琉璃也好 黄金也好 黄金为敌 如意树 如意宝等等一切的庄严 功德庄严自然而然现前的 这是第一 其余的九地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智慧自在 也就是四种无碍的智慧 四无碍戒 刚才发无碍 辩才无碍 我刚才好像没有讲辩才无碍吧 其实辩才无碍讲一个内容多少时日都讲不完 因为辩才无碍比如说《妙花莲花经》这几个字 他可能需要很多年直接发挥 有时候他倒不觉得很多人世间人当中也是有的 一个小小的事情都是一直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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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都是很容易打瞌睡 但还很会说 很有激情地一直不断地冒出来 我们法师当中也是有些是一直很喜欢讲的 但有时候太多了也有点我觉得也不能太少了 太少的话该说的有些语言说不清楚 太多的话好像最后也产生一种厌厉性 虽然我们有些人可能先准备了很长时间 有些人很厉害地特别特别喜欢闪烁特别特别想讲 而且有这种意乐一直不断地涌现涌现不断地这样的 但这样的话刚开始可能很多人都愿意听 然后慢慢慢慢就没感觉了 也有这样的所以法师们讲课的时候要学会看 下面观众的表情这个很重要的 有些是根本不看表情只是看自己 原来西方有一个看部很了不起的 但是他从来不看下面人的表情 下面人打瞌睡也好怎么样做都一直是这样 这样的话有时候可能他自己觉得很好的 但是跟整个周围没有互动 道一定是对法产生厌烦性 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说我们有些辅导员也好 有些法师师都很重要的要了解大家的心态 这个心态看起来可能是 比如说我有时候讲一个故事看下面表情 哦 好像这个故事别人听过 他们这次第二次好像不太愿意听 本来是用笔来记 然后一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 因为不想记了嘛 以前已经听过的 所以把笔很失望地这样呆着 这样的时候尽量如也说不要自己觉得自己很感动 自己感动认为别人也感动也不一定 这是第一个智慧自在 还有到失地的时候获得失业自在 我刚才也讲了 失业自在的话 失业 人云自成不是很费力的 我要去弘法我们现在都是也是 今年开始也准备对外弘法 启动这样的一个仪式 有一些可能各班的法师到时候也会说 不管是国外国内的话你们有一些大概是冬天 一月份 二月份的时候需要有部分的法师来给你们 比如说讲个福祉信或者讲一个多月的话 可能是讲前行或者入序论 入序论前行可能不一定全部讲完 但是部分的如果需要讲的话给我们这边也可以申请 申请以后我们这边有个别的法师 各方面的因缘可能具足的话我们通过圣河以后 商量以后可能外派一些法师吧 当然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要求 我们也并不是啊 我也想讲 现在还没有听一个传承 我也想出去弘法 这种人我们不一定允许的 但像一般其他的宗教 他拍一些僵尸的时候后面也有跟踪 这个僵尸到底讲得怎么样 社会对他的反向怎么样 他自己的行为如不如法 西方也有这样的 我们倒是并不是不信任大家 但是我们有时候也互相都有一些约束 包括我们刚开始法王如意宝在世的时候 到汉地弘法的时候当时法王也是要求 比如说带一些时日还有一些所传的法 也做过一些要求 同样的我们今年可能部分的 包括不同语言有一些阿拉伯语 日本语 还有全世界各种不同的语言 如果实在没有别的话就是广东语 是 有些广东的比较超周 还有一些甘肃那边也一样的 我们很多地方如果有本地来给他们讲的话 可能听懂 尤其是有一些 我们去的地方也可以去一些 比如说农村还有一些比较乡下 或者监狱 大学 企业 凡事只要众生存在的话我们都可以去 我也是这样的我去高职一些大学 下职一些比如说牛郎群体 有些残疾人或者一些智障的儿童 这些群体当中都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文化来给他们讲佛法的道理 也可以给他们讲一些传统文化 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和每个地区 都有不同的非常珍贵的传统文化 那这些传统文化我们也可以给他们弘扬 当然弘扬者来讲应该要有一个清净心 不是名为利养 我这次出去肯定会不会得出名啊 会不会获得很多的供养啊 首先目标如果是这样那可能不去好一点 然后其他人一要请的话也不需要其他所谓的供养啊 原来我们藏地请一个法师需要供养 但后来学院这边提倡 供养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听法的 如果供养为主的话 这个我们就不会变成一个清净的法 所以作为一些法师他们也不会缺少财富这些 所以说我们刚才也是可能过一段时间 我们也好好地观察观察也算是一种试探吧 看看这样的有些出去确实是非常好的 各方面因缘很不错的有些一出去之后 跟别人接触以后自相学当中一些旧的习气开始复发 中间不但不能弘法反而可能有些时候 也比较有不同的情况会发生 所以各方面我们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这样之后从今年开始 尤其我希望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有不同的文化 尤其是有一些不同的语言来 有一些除了汉语和藏语以外的其他的语言来 觉得我这个弘法可能问题不是很大的话 你们亲自找我也可以 原来好像我们学院里面有一些不同语言了 他们也是通过学习佛法之后 现在应该可以传法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原来我们学院里有一个法师到美国去了 他说我现在用音语传一个小时可以 我说一个小时是不是你的充电已经不行了 如果传一个小时以此类推 两个小时也应该可以吧三个小时也应该可以吧 他说不行我学的名词太少了 所以我大概做好很好的准备的话 我一个小时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说那一个小时是一天一个小时呢 还是一个礼拜一个小时呢一个月一个小时呢 他说这个我以后再给你回答 再说吧 所以我们这个传法也是用不同语言来传法弘法 你们也考虑考虑看也许可能做好准备的话 一个月一个小时 这是我刚才讲到的是什么呢 解脱当中第一个解脱 第二个是 实际上是用修道的侧面来分析解脱的本体 因为我们今天是讲希求解脱 刚才前面是讲解脱他自己的本体 也就是说解脱他的本体 或者从专业的角度来讲解脱的本体 下面我们从修道的侧面来讲解脱 聚慧诸诸诸诸诸诸诸文 他这里讲解脱的差别还有从道方面可以分析 道方面怎么分析呢 聚会诸证有 具有智慧的这些菩萨 他们实际上对整个善有的一切万法都有证悟 有什么样的证悟呢 知二我 人我和法我的空性方面 这些聚会的菩萨有所证悟的 不仅是空性证悟 还有现前 也就是说如梦如幻的现象也是跟空性完全平荡的 他们持持这样境界的这些人 按照卫世宗的观点来讲他可以说如意正乳 也就是说他懂得正乳 意思刚才讲到正乌人我和法我断除了正义和有的变 然后懂得了如梦如幻的或者平等的道理 遣除了瞬间的断变 因此按照卫世宗的观点不是有 因为断除了二空 断除了二我 也不是没有 这是我们学变种 变法心论 这些里面都有 不是有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二我 二我是边际法 也不是无有的 因为如梦如幻的现象还是存在 就是以二我空的元城市存在 这就是中观道 他这里的中观道跟我们中观音程派的中观道有点差别 这里虽然卫世宗他也承认是中观 但实际上他的中观 他唯一承认一个元城市的形式本体是明明存在的 这是大乘中观者观察的时候 这一点需要破的原因也在这里 但是经传论实际上他属于大乘为世宗的观点为主 因此他在不同的阶段 他也会说出自己为世宗特有的观点 下面会讲 我们这个仪式住在这样的境界当中的时候 实际上比比也不见刚才前面讲的能取也好 索取也好 最后的时候连心事也不存在这就是所谓的解脱 真正的大乘菩萨和圣者他的智慧远离了这所有的所缘 远离了这所有的执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真正的无物的元城市 元城市我们前面也已经解释了 从道的层面来讲最后所有的能取所取都没有 这样的解脱这叫做道当中的解脱 我们要知道真正的涅槃取出一切的虚妄 好像是《受冷写经》当中也是讲了 就是说我不取涅槃也不设执着 也就是说作相 他不取涅槃也不设作相 作这种相也不取执着 幻灭虚妄心 故言得涅槃 他幻灭一切虚妄的心和虚妄的相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涅槃 小乘佛教也是特别讲涅槃 我们大乘当中也讲涅槃 但所谓的涅槃实际上它并不是直接 像声闻缘觉一样取入一个寂灭 不是这样的 也并不是特意的舍弃一些虚妄不是这 我们现在心形上能取所取的这些虚妄的分别念 取完了以后自然而然获得了涅槃 或者自然而然获得了无物的原成事 原成事也是这样的 但这种境界我们现在的时候也应该 刚才不是前面讲了吗 就是讲八种专业其实八种专业它并不是 原来是不清净的东西 现在通过我们就像是洗衣服一样的 最后变成清净也不是这样的 专业的意思它本有的东西只不过现前而已 我们讲《维莫积经》 《维莫积经》第一品当中也是有吧 佛陀说是心经 国土经当时好像舍利佛 舍利佛他产生一个怀疑他认为 佛说是佛陀心经 国土经 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世界那么都不清净 应该是他因地的时候心不净 所以现前这样的世界 那个时候逻辑法王 梵蒂亚有个叫逻辑法王他就说 当时好像也是佛陀说的吧 其实心经不一定所有的人看得到的 比如说盲人他虽然是来到这个世界 但是日月他见不到的 日月虽然天空当中存在但盲人见不到一样 最后逻辑法王说 他见到释迦牟尼佛的整个世界非常清净 舍利佛他说我见不到 不清净 然后他们就开始辩论 后来佛陀他用胶指压着大地说 我现在可以很珍重地告诉你们 实际上我这个世界完全都是可以清净的 只不过我们有障碍的众生见不到而已 所以我们等会儿在分析的时候也会知道的 这个世界应该是清净的 我们内心应该是清净的 只不过我们还没有侮辱这一点最关键的 其实每一个人如果真正去内观 真正去安住 然后认识了他的本性的话 这种本性每个人都是拥有的 并没有离开过 不过我们自己没有去 就像宝行林里面讲的一个贫穷的妇女 实际上她的房子下面有宝藏 但是她自己没有去玩 没有去发现而已 同样的道理 这是我们讲的一个专业 第二个解脱第三个解脱 就是讲道的持底 讲道持底也是这样的 金庄� Breathan不是很好动啊 这批不好动 下面也有一批不太好动 然后就比较好动你们比较难动的时候不要推示信心 哎呦 我没有心忘了听不懂啊 是动非动的不这么想应该问题不大吧 下面就是说资粮即有声得见为明昌 见为明见别比举手乱好一点吧 对吧是吧有没有好动吗 应该好动 原来我们学的时候觉得特别好动 但这次讲和翻译的时候有时候还是要考虑很多时间 才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这样 这样的资粮即有声得见为明昌 为明见别后也不见别 这样的下面道次第怎么样 因为我们说解脱吧 这个解脱有资粮道的一些解脱 加行道的解脱 一地的解脱 十地的解脱 那这些按照卫世宗的观点来解释的时候 实际上这些解脱是怎么来的呢 它有一定的次第 比如说我们在资粮道和加行道的解脱 实际上是需要一个二生积极的积累资粮 还有今生当中对大乘佛法 是闻思修行的基础 一个是安徽论师的讲言里面他讲了三种条件 但这里弗仁波切是讲两种吧 把闻思修行跟积累资粮这两个一起讲的 如果我们一起讲的话意思就是说 需要一个二生积极因为成佛三个二生积极 那么一地之前就需要一个二生积极 那这样的话一个二生积极的积累二资粮 再加上说我们即生这是前世的积粮 即生当中对大乘佛法的闻思修行的基础 这是一个 第二个在我们行劫地的时候 也就是说资粮道和加行道的时候 如理如法的思维苦空无我无常 这些道理开始进行思维 进行如理的修行 如理的修行以后 刚才前面的基础和如理的思维 这两个的条件或者说这两个因缘已经存在 已经有了的话那么才可以显现资粮道已经圆满了 加行道的乱为和人为 到加行道的乱为和人为的时候一切万法都见到 除了名称以外没有什么的 不管是柱子 瓶子也好 外景的什么 除了仅仅是一个分别链 分别链也是我们昨天观察的时候 其实也有时候知道 比如说这个差别的话 其实真正去智慧观察的时候只有一个名称 实际上它的每一个法都是不存在的 那么这个在乱为和定位的时候 发现一切诸法都是除了名称以外不存在的 这是一个解脱的阶段 在不断地去观察的时候 到了加行道人为的时候这种名称也不存在的 那么除了一个心识的 唯识的名称也就是说 原来是外景的这种名称 最后它变成一个唯识除了意识的名称以外 因为这个是浮现在我们心上面的时候 心上面可能浮现出一个概念 除了这个以外就根本不存在的 所以见为明见比 后也不见比 到了加行道最后的圣发位的时候 又再举行观察 再举行观察的时候 原来其实这个心也是不存在的 原来刚开始诸法不存在 只有外景的名称 最后又观察的时候 只有心识的名称 然后再观察的时候 好像连心识的名称也不存在 其实一切诸法可以说能去所去都没有 心和外景都没有 胜发位的时候就这样 逐渐逐渐获得了第一地菩萨和 逐渐逐渐获得了十地的解脱 所以说我们所谓的解脱 它不是虚无的 啊 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我们所解脱 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我们众生真的是很迷乱的 固执地去执着的这些东西的话 用智慧观察的时候应该是 前面有一个二生气结合 闻思修行和积累资粮 苦空无恶的如理作业 这些有的话当然是最好的 即使你没有这样的话 我们中相的方式来通达万法的家里的名称 或者修为的道理的话 每个人都会明白 应该懂得了吧 这个可以说这也是一种解脱 我们要求法的时候要求到这样的解脱 不然的话 所谓的解脱给我要一个甘露 哇 好甜啊 好甜啊 再给我一点 现在很多求佛法的人到寺院里面去的话 很喜欢一些吃的 回宫品啊 好甜啊 好吃啊 然后这并不是真正的解脱 这个如果是解脱的话那不需要一直生之士 到一些超市场去买一些汤 然后自己给解脱就可以了 但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虽然它是一种加持品 它是一种缘机物 但是最根本的话我们要通达万法的实相 这是一步 下面说 这种解脱实际上是依赖于自己的心 心极 这个极是即时的极 它一极的意义也有这样的解释 但是可能印度讲义的意思也就是这个意思 心极必堕罪我坚持守抚 极其耳流转内咒须亦幻灭 对 藏文没有念是吧 心极必堕罪我坚持守抚我坚持守抚 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也是一种解脱 这个是什么解脱呢 其实解脱是依赖于心的意思 也就是说解脱它有一些罪恶 也有我们的心也有一些堕罪也有一些束缚 因为心有了束缚和有了罪恶的原因 它我们众生会扭转 如果我们心内观 安住 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承许什么呢 不会堕落会幻灭会获得解脱这个意思 那么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心实际上可以分为心 它会染上一些 因为阿难耶和还有心说的话 我们众生的根本心 这样的心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罪恶染上的 比如说我们身体上也是有杀到阴亡等等 语言上所欺语等等 这些是依靠身体而产生的罪恶 然后我们自己的内心有贪嗔痴这些也有很多分类 还有我们的心也有烦恼症和所知症的很多分类 正因为我们的心有这些 还有我们有我和我所见这些见得束缚 这两个因缘具足的时候我们众生不断地在轮回当中 一直会困扰如果我们反过来说要断除这些习气 安住内观也就是说心观察自己 所有的能趣也好 所取也好 这些安住下来安住的机制 修机制法门 安住的过程当中认识自己心本来的面目的圣观 那么依靠这两者其实能断除轮回的根本和断除一切习气 获得解脱所以刚才这个解脱 解脱其实按照安徽论师的观点也可以这么说 或者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们前面讲了四种解脱 第一个解脱是从专业侧面讲的 第二个解脱是从修道侧面讲的 第三个解脱是次第侧面讲的 然后第四个解脱是靠自信 也就是为什么说靠信呢 像其他的一些外道它有其他一种解脱的存在 但是我们大乘佛教如果心束缚 众生已经束缚了 无法解脱的 如果心已经认识到心的本性 那众生就已经获得解脱了 像其他的比如说自在天 像他们所谓的解脱只有自在天他们的手里 他高兴的时候让你解脱 他不高兴的时候不解脱的 包括有些现在的上帝也有对众生的解脱也好 快乐也好他来控制住啊 安拉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那么像楼梯外道他们认为所谓的解脱 就是好像白色的宝山一样有色有香的 我们会转到哪里去有这种说法 但我们佛教里面的解脱虽然到了极乐世界 但极乐世界是暂时的一种 我们众生面前所显现的清净刹土 实际上真正的解脱得到佛果 在那个时候所有的障碍 烦恼 束缚 戒全部都已经没有了 所以这样的解脱就是佛教不共的特点 因此我们什么时候认识自己的心的时候 在这个轮回当中已经获得解脱了 没有认识自己的心的话你行为再怎么样 你口头上说得再漂亮你修行再这么紧紧的话 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得到解脱 所以最终我们经常也是讲解脱依赖自己的心 实际上也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 如果心稍微有点 世间当中也是能包容 能放开的话 获得了人生世俗的快乐 如果心特别拘手 特别执着 特别内受 在这个时候好像整个世界都已经天蓬地雷 什么的全都垮了一样的 本来这个经堂的柱子都是很坚硬的 但是在他的感觉上 好像整个世界都已经开始成为世界末日一样的感觉 这就是我们的心的确很重要 所谓修行人心坚强的时候 即使外面发生再重大的事情 自己的生活不会有丝毫的影响 如果我们心很脆弱的话 外在的世界当中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但是他自己可能会选择一些绝路 选择一些不明智的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每天都是有那么多自杀的人 其实这些每一个人都有自身内在的束缚 这种束缚自己没办法解开的 但真正成功的一些修行人这些应该是在人生当中 我那天也讲过吧 我们世间人一般都是没办法面对的有些事情 修行人是能面对这叫做修行人 世间人都是很容易面对的道理 我们有些修行人就没办法观 没办法过 那这个修行很差的 说实话有些世间人对一些问题是非常容易越过 超越的 但我们修行人纠结 根本没办法的 这是修行人还是有差别的 所以我们讲到下面还有两个颂词 在哪啊 人家人都得逆得 没识人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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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前面是希求解脱啊 现在是希求无本性没有自性的 空性的道理 前面是解脱我们要求法国证当中 今天现在讲的是求什么呢 求无自性 自欲自性无 自本体不足 如知无有果 承虚无本性 这个是科判当中第八个 也就是无本性 本来佛陀在佛经当中也说过 诸法是没有本性的 自性即是涅槃 这是在佛经里面讲的 那么为什么宣说这个意义呢 实际上是按照卫世宗的观点 无本性有三个内容 这个归纳起来我们昨天前面介绍的 一个是边际法 一个是一塌器 还有一个原成诗 其中的一塌器实际上所谓的一塌器 依靠因缘而三生的这些法 也就是说依靠因缘而三生 那么依靠因缘而三生的话 按照卫世宗的观点基本上是承认所有的这些有为法 有为法的法相是什么呢 大家都学过居士论的人都知道 就是生 诸 灭 凡是所有的有为法都是具有生 诸 灭的三个法相 那么这三个法相实际上是没有本性的 我们在这个颂词当中 一个是没有产生 没有毁灭 没有安住 没有能取所取 你看它这里自无生的意思 自是自己没有的 自己本体没有的意思 自信无无有毁灭的意思 自本体不住无有安住的意思 如此之无有果 这个是无有能取所取 无有边际法的意思 前面的这两段实际上是没有一塌器 一塌器怎么没有呢 诸法的法相没有 诸法的法相怎么没有呢 生 诸 灭没有 生 诸 灭怎么没有呢 我们可以观察一切万法 首先我们说没有产生 怎么没有产生呢 一切万法 过去的这些法没有了 为什么呢 现在已经灭了 没有产生 然后未来的这些法没有产生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还没有产生 怎么会有产生 当下现在的这些法也不可能有产生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产生的这一刹那 它不可能停住的 它不可能像有部众有些说是要停住一段时间 外道有些说是要停住一段时间 在我们迷乱的掩饰面前想想 我这个人从小就降生 降生一直活了一百年 最后死了 这个中间是安住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粗大的分别 实际上每一个法刹那产生 产生的当下都已经灭完了 不可能一直安住 如果安住的话按照《中国庄严论》的观察来 第一刹那和最后一刹那之间的观察方法都没办法 所以说这种观察方法连有部众也会承认的 所以首先自无有 自信没有产生 自信没有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说未来过去现在的这种观察方法是没有的 但是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数龙外道他们认为自信的产生是有的 因为诸物已经存在的在诸物的本体当中 有些法是自然而然产生的 它并不是自信没有的 自信的产生是有的 为了破这个观点说是自信无有 自信无有的第二个就是没有毁灭的意思 没有毁灭的意思也很容易的 既然你没有产生不可能有灭的 因为生和灭 既然世女的儿子从来没有产生过 那怎么会是他有死呢 不可能有的 这个很容易懂啊 但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数龙外道的有些说 它灭完了以后实际上它的灭法已经存在 一直隐没在它诸物的本体当中 一旦需要的时候原来的灭法又开始成熟了 又开始成长出来了 为了破这个观点他这里说是 自信无有 没有灭 如果生也没有 灭也没有的话 自住本体不住本体不可能安住 所以我们心的来龙去灭的时候 心无有产生 心无有灭 心无有安住 如果修大圆满的时候依靠心来这样观察的 如果我们在这里观察的时候一切法没有产生 为什么没有产生 为了过去三个世间当中没有产生的缘故 既然这个法没有产生的话不可能有灭的 因为灭的话有产生才可以灭的 从来没有产生过怎么会灭的 既然两端的生也没有灭也没有的话 中间安住有没有不可能有的 其实这个很尖锐的一个观察 我们很多人好好去观察 不小心今天就开悟了都不知道 啊 进来的时候凡夫人好像对一切万法都很有执著的 然后等一会儿出去的时候 过这个门的时候就觉得一切诸法都没有产生 你看 怎么有产生呢 为了过去现世间当中观察的时候不可能有产生的 既然没有产生就是没有灭了 既然没有灭的话 灭和产生没有的话 中间有没有一个安住呢 不可能的 虽然他们有些外道产生以后 中间一个刹那 两个刹那 三个刹那 有多少多少的刹那安住 只会灭的 但是这是我们没有学过宗派的 从来没有听过任何的 这个听一堂课的那些随便在山上拍个照片的 女友的人 不信佛的人 每天都是背着一个包 玩手机的那些人的观点 所以既然生 诸 灭 这三个没有的话 他这里说 这个主要是观察一塌其不存在 第二个就是观察边际法 边际法就像我们现在的生 诸 灭 全国没有的话 所取的法 能取的心全部 就像看到一些花蛇的身子看着为是毒蛇一样 一种迷乱的现象 像毛发这些 实际上根本都不可能存在的 这个边际法完全都是假的 既然这样的话 最后远程式抉择也很容易的 能取所取也是没有的 生 诸 灭 没有的话 那我们现在存在的世界当中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所以要懂得这一点都很好的 米拉日巴当时有一次出去见柴火 闭关回来的时候有五个魔王在那里 眼睛咕噜噜地转的一直在洞口看着的 然后他很害怕 米拉日巴很害怕 他马上去祈祷上师不起作用 祈祷本尊也不起作用 然后他就念一些咒语 蒙诸一些恶诸来开始向佛 但是那些魔王更厉害的 就是一个个的眼睛大大的一直盯着他 那个时候米拉日巴心静下来想 噢 我的上师马尔巴罗扎给我制止信心的时候 说是一切外境是自己的心 心最后也是空性和光明 空性和光明当中如果把这些魔种 安住在空性光明当中的话 这些可能会有消失的机会 然后他也不念咒语 也不祈祷了 马上安住信心光明当中 这个时候那些魔种全部都消失了 所以有时候你们说我害怕啊 我这个晚上不敢走路啊路道太黑了 我害怕周间又噢噢噢 所以你就安住在光明当中 本性没有 确实没有 没有这些法的话 我们如果能安住在这样的境界当中多好啊 那么最后一个颂词 在哪有点 这个比较容易啊我们前面观察的时候就是无生 然后既然无生无灭的话 这个无有安住 既然无有安住的话 那这个法的本性没有的 所以前前作为因后后作为他的依靠处 所以因此我们先一切万法是不生不灭可以称 没有产生过没有灭过没有灭过的话 那不可能有重新的造作和重新的 这样一切诸法本来都是寂灭的 我们说诸法本来寂灭有些人可能不懂 但这个道理很殊胜啊 刚才说诸法没有产生的话不可能有灭 灭没有的话就是安住也没有 既然生诸灭没有的话 一切有为法的法相都没有了 那这些法本来都是寂静的 我们认为它有生 它有灭 它有诸 但是这个是我的分别念 错误的观念 其实它本来没有产生过也没有灭过也没有安住过 既然这样的话 那这个法实际上是本来寂灭的 本来寂灭并不是佛教的一种说法 实际上是真正说本体的 既然是一切本体的话 他的自信自然而然会涅槃的 好像有《不推转论》这么一个经典 他这里说是 众生如涅槃 毕竟无有生 众生本来都是像涅槃一样的 没有产生过 若法无有生 事故得涅槃 说明为涅槃吧 因为诸法没有产生的缘故可以成为涅槃的 我们经常说一切诸法是涅槃的 一切诸法是寂静的 一切诸法是不来清净的话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诸法没有三生过 没有灭过 没有诸过 没有生主灭的话不可能有自信 既然没有自信的话他从来没有 本来都是寂灭的本来寂灭的话那这叫做涅槃的 所以我们的烦恼也好我们众生其实都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道理讲大圆满也可能没有耕上的了 希望你们看学金庄文论的时候会不会懂得 哦 原来我们众生真的很可怜的 以自己的迷乱分别念从来没有产生过的法反而去执著的 从理论上讲从尖锐的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其实诸法确实是没有什么靠得住的 都经不起任何的观察 今天讲到这里 梁霖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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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讲求法品 求法品当中又是一种希求的法 我们前个课判当中主要讲希求无本性 那么今天讲希求无神法人还有希求一成利益 对吧主要今天课判当中有两个重要的内容 首先是讲无神法人是真实他心 是这个吗 是真实他心自相自便宜 人无及刹病名无神法人他这里都讲到大乘的佛经当中也好 还有一些圣文城的经典里面也经常讲到获得无神法人 讲现观传论的时候也会讲讲到其他的一些包括我们讲一些传记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获得了无神法人等等 就是这样的到底无神法人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实际上下面有八种无神法人 《大乘经传论》当中有一种理论性的跟大家讲八种无神法人 八种无神法人在这里都已经讲了 其实无神的话一切万法的本体它没有产生 没有产生的话就像我们昨天前面的偈颂当中讲一样 如果不生的话不会灭的不灭的话它不会有安住 如果没有安住的话那这个法本来都是寂静的 本来都是空性的本来空性的话这叫做涅槃 所以佛教当中有时候大家要学会一些专用的名词 它所表达的内容有时候学中观的人也是说 不生不灭的话好像我们总是认为是产生 就这方面来理解的当然也有这方面的意思 但是最根本的就像我们讲中观根本会论的时候 通过辩论或者说通过推理来讲一千万法都无有产生 既然无有产生的话那这个法的本体也没有 它的结果也没有 因此佛教里面所讲到的空性实际上并不是诽谤现有的现实 虽然我们中观也承认现有的这些万法 珠子 瓶子等等这样的世俗法我们都完全承认 它是在虚幻布施的世俗人面前应该是存在的 但是如果真正用智慧来观察的时候从来没有产生过 这一点我们在心结底的时候也就是说 凡夫地的时候通过闻思可以以中相的方式来了查 到了一地菩萨的时候才完全通达其中的意义 所以今天讲到无神法人的意义 下面讲其中第八个首先它每一个字都有 就是初始无神法人 很多人认为轮回有开脱的 比如说有些人认为是梵天造的 有些人是地势天造的有些人认为是大自在天造的 有些人认为是上帝造的 我们世间当中有一个创世轮回的 创世世界的这么一个诸物存在的 但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按照佛教的观点实际上是十二缘起 应该说它是环环相渴 节量不断的 辗转不断的这样的一种流程 只不过我们从当中的主要根本的因来称之为无明 但是无明的开头实际上也并不是有一个真实的东西 应该是凡是学过十二缘起的理论的人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们对这个道理生起真正的智慧 这是第一个初始的无神法人 第一个第二个颂词当中讲真实 真实无神法人 轮回当中所有的我们所发现的以前的这些法 他从来没有产生过的表面上认为是或者是产生 但是他不会再生的为什么呢 因为他产生的当下都会毁灭的所以他不会再有产生的 因此叫做真实无神法人 我们现有的这些法也好 就是一生的这些法也好这些不会有真实的产生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他心法人也就是说在轮回当中 我们可以称为云 结 除这些法可以重新产生的 但是在轮回当中真正的众生的心 心的产生前所未有的以前也是没有的现在也没有 比如说我们一个众生转生到另一个地方去的时候 对那里的云结除在我们生活当中看起来都是可以出现 就是有心的产生但是真正的有情不会有的 所以这个道理也很甚深的我们一般都是很难以认受 然后我们这个道理完全明白的话这也是一种无神法人 所以他这里的无神法人不仅仅全是空性的 有些常理平时的一些佛教的基本理论方面也有一些 那么第四个叫做《自相无神法人》 那颂词里面《自相无神法人》 《自相无神法人》就是人我和法我的这些边际法 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存在的 但实际上他跟头角和尸女的儿子没有任何的差别 正在显现的时候他的本体从来没有产生过 他完全是一种加力的 这是叫做《自相无神法人》第四个 第五个叫做《自相无神法人》 自相无神法人意思就是说 一塌起的自心不存在的 也就是说一塌起的意思是依靠其他的因缘而产生的 那既然是依靠其他的因缘而产生的话 那说明这个法自心当中是不可能产生的 就是依靠因缘而产生 依靠因缘而产生的话 按照《佛经》里面所讲的那样 绝对他不是有实有的 因为依靠他的话他自己的本性是不会有真实的 所以这个叫做《自相无神法人》 第六个叫做《便衣无神法人》 《便衣无神法人》我们卫世宗所讲的 冤成师也就是说冤成师他无有专义的 他的专义无神的专义是空性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人法二我不存在的真实意义 实际上就像虚空一样根本不会入任何的转变 如果我们对这个道理生起定解的话 这叫做《便衣无神法人》 第七个叫做《然无无神法人》 一般是小乘的阿罗汉他通过修行 能断除了见断和修断 也就是说见地和修道 见到和修道当中的烦恼 烦恼以后他最后得到一种禁止 也就是说烦恼永远不会产生的一种境界 这个叫做《然无无神法人》 这是小乘的圣者的境界而言的 还有一个叫《差别无神法人》 第八个是《差别无神法人》 我们颂词里面讲的最后一个是《然无即差别》 那么《差别无神法人》实际上是佛陀的法神 他没有烦恼障和所知障 也就是说烦恼障和所知障 在这样的法神的本体上面完全都是从来没有产生过 他是无神的 那么这个叫做《差别无神法人》 以上所讲到的这八种 八种一般来讲他无神法人 我们都在不同的经验当中都发现 他有大的无神法人 中等的无神法人和小的无神法人 一般小的无神法人获得了加行道 比如说加行道认为的时候 或者说加行道的时候都能得得到的 这是我们以前在《中观传言论》等 其他的论病当中也是讲过的 然后中等的无神法人只有第一地菩萨的时候获得的 那大的无神法人在八地菩萨的时候才能获得的 因此我们在一些传记当中在一些佛经里面经常上说 噢 这个菩萨获得了无神法人 当然这个无神法人有些是间谛的智慧 有些是加行道的智慧有些是八地菩萨的智慧 当然按理来讲真正的无神法人 只有八地菩萨的时候才能得到 因为那个时候诸佛菩萨正是对他收集的 如果一些利根者或者特殊的一些菩萨 那么虽然没有得到八地菩萨甚至一地菩萨都没有得到 在加行道位的时候对特殊的菩萨和特殊的发行者 也有诸佛收集的有特殊的案例 所以我们在这里对无神法的道理有进一步的认识 如果我们归纳起来有八种无神道 希望学习《金庄文论》对这些专用的名词 应该学完了以后最好能记下来 如果心里面实在是记得机型有限的话 记在书本上记在自己佛教的笔记本上 应该是或者是电脑里或者是什么当中的话 经常把佛教里面的这些甚深的道理 我们自己也经常磨念经常在心相续当中串习 这样以后我们以后在任何场合当中闻思的时候 遇到这些词的时候也不陌生的 而且有些时候所谓的无神法人也有不同的场合当中 他的使用方法也是不相同的 所以我们佛教徒应该善于使用 就是说本体当中这些都是不存在 这样的道理我们如果真正能认识 现在很多人对空性法门也无法接受 对大乘的一些比如说度化众生的不可思议的境界 也无法接受其实无法接受是不能忍 我们修行当中也是有些事情 比如说轮回五十五宗他无法接受的 像大乘佛菩萨他们断除二障的话他无法接受 小乘阿罗汉他断除烦恼障也无法接受 这些说明你还没有得到无神法人的时候 就是好多道理都是不接受的 如果你得到这些无神法人的境界的时候 正面的这些境界你会全部都一一地接受 可是我们凡夫人有个毛病什么呢 我们对烦恼对一些染污方面的东西一下子就接受 接受能力特别强能忍受 本身是本来不存在的东西我们认为是存在的 不来不干净的东西认为是干净的等等 我们有许许多多颠倒的分别念 而真正符合佛经论典的教义 同时也是符合一切万法的真理的 这样的境界的话 我们凡夫人有常识心的一个毛病 他经常不接受甚至反感或者抛弃有这种毛病 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 大家也应该反反复复地观察 凡夫人的价值观 我们习惯性的理论和规律 有时候需要打破 打破的话它是用合情合理的方式来打破 并不是说打破的方式是本来是真理的 我们对真理的打破那这不叫智慧 这不叫智慧 虽然很多凡夫人他的价值观是这样的 但是这样的价值观 用究竟的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实际上它并不是真实的 比如说有些人经常 我们现在有理论性的什么呢 我也想得到这个 我要想要 需要的什么什么的 但实际上我们可能需要的同时 我要排除 我不要的 比如说我们要证悟空性的话 证悟空性的违品 也就是说我所知和我知 这个就是我不要的 所以我们习惯性的什么呢 就是我要的东西大家都很执著的 但如果我们知道不仅是知道我要的东西 但是更重要的这个同时我不要的东西的话 反而在我们生活当中减少了很多的压力 如果我从反面来寻找我需要的东西的话 我可能烦恼就减少了 所以有时候凡夫人习惯性的很多观念 实际上虽然我们的一种习惯 我们认为它是真实的但这个不一定是正确的 如果不是正确的话我们也需要打破这种规律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无声法人 下面就是讲到 下面刚才是无声法人大家应该能生起无声法人吧 以后对真理大家能忍受 接受 如果刚开始不能接受呢 比如说刚开始一听到中观跟四百论里面讲的一样 我们愚痴的人听到空性的时候很害怕的 但是有智慧 有势力的人听到空性很接受 对不接受觉得很不好的 脆弱的那样的 所以我们刚开始可能因为你的习惯和你的生活 你以前的喘息和习气的原因可能不能接受 但慢慢慢慢在一个环境当中会 比如说我们学院当中刚来都是很多念咒语 看经书 这些有些人来讲根本不习惯 但后来他们出了家或者已经修行一段时间之后 好像这样的生活方式完全都是接受的 我们有些出家人和有些修行人大城市里面 特别杂乱的城市里面 刚开始跟他们的生活好像是没办法接受 但是又慢慢慢慢最后也同流和我非常的接受 并且比一些世间人还要更加有信心 下面就是说 法无我解脱等同众心意 得而易乐化究竟故意成 下面我们有些经典当中讲 佛说的是三成 有些经典里面讲的是一成 那么到底是什么 他为什么说是他一生啊 这个秘义是什么呢 他这里大家都知道 《经庄文论》我前面也讲过 本身他是作众宣说 威士众的一个观点 本身按照中观众的观点 三成是不了意的 他是有秘义的 但是这个秘乘 究竟一成这是最了意的 而按照威士众的观点的话 他认为三成是不了意的 究竟一成他是不了意的 当然最究竟来讲是中观的 是对的 但暂时来讲就像《定罪报道》里面讲的一样 虽然他们的观点有一些理论是相伪的 但是暂时不相伪按照他们的观点进行案例 所以在这里讲佛在不同的经典里面 为什么说究竟一成呢 其实究竟一成是有秘义的 按照威士众的观点来讲 三成是真实的 确实需要建立三成的 但究竟一成这是有秘义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理解 因为我们经典有了意和不了意 按照威士众的观点的话 三成是了意的究竟一成应该是有秘义的 不了意的究竟一成为什么是这样的案例呢 他这里讲了应该是有七个原因吧 七个原因来讲其实一成也不相伪的 也有他的密意可以能解释 首先他这里有七个方面 一个是法 无我 解脱 等同众心意 然后得 二 意乐 幻化的化 还有究竟 总共有七个方面来进行案例 究竟一成实际上是不了意 有意义的意思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虽然我们讲三成是合理的 但是为什么说究竟一成呢 究竟一成的话从法性层面来讲 应该可以说是一成的 不管是声闻的话他也是通达法性的部分 缘觉的话他也会通达法性的部分 菩萨或者佛他也需要通达法性部分 所以不管是哪一个三成的菩提家楼 他们都要同达法性的部分 法性指的是空性 空性 声闻 缘觉 大乘都有共同的 所以说因为有这么一个共同的一成 所以说经典里面说究竟一成 这是第一个密意有七个密意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说是无我 无我不管是声闻缘觉也好 大乘也好 我们都证悟人无我 他这里法无我没有讲 声闻没有证悟的话也不可能得这个果 缘觉没有证悟人无我也不可能的 菩萨没有证悟的话也没有 所以他这里有时候说法究竟一成 有时候说是人究竟一成 有时候说是无我究竟一成 为什么这样呢 安慰论师的讲义里面讲 其实我们这个成能成和所成 也就是说能成的话能成起的 菩提加罗也好或者道也好都可以说的 所成的话依靠他所达到的目标 所以有时候这个成从能者作者的角度来讲 有时候是所达到目标的层面来讲 这样的话这个成也有广义的解释 所以我们刚才讲法也会可以究竟一成来解释 无我也可以究竟一成来解释 因为这三成都有通达人无我的 所以为什么是究竟一成啊 因为这三成都有通达无我的 虽然暂时三成是真实的 但是从这个层面讲也可以讲 因为都有人无我的部分 所以他的密意叫究竟一成 这是从无我方面讲的 然后从解脱方面讲第三个 不管是声闻缘觉 菩萨这三成都会解脱 解脱什么呢 解脱业火 烦恼和痛苦 这个方面都是一样的 你看声闻缘觉都解脱烦恼 菩萨都有解脱烦恼 所以从这个方面都是有相同点 因此可以叫究竟一成 他的名义是这样 然后第五个叫做什么呢 同等众心意 也就是说 他们不定的众心 称虽然是不同的 但是最究竟的意义也是相同的 趋入声闻也好 缘觉也好 菩萨的话 他暂时虽然是不同的 对吧 声闻不定中心的人和缘觉不定中心的人 菩萨不定中心的人都不同的 但实际上他们都有进入大乘的 因为不定中心的话 比如说大乘菩萨他原来是大乘菩萨 后来不定中心的原因他可能入小乘 有这个 但是他就介入了大乘 小乘也是一样的 以这个原因的话 究竟一成也可以这么说这是第四个了 那么第五个是获得两意乐 这个是 比如说从两个方面讲 获得了两个意乐的原因就异常有这个密意的 那么第一个 佛陀当时考虑他自己和众生平等的意乐 从佛乘的角度来说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佛陀一般来讲得到第一地以上任何我 也就是说我和其他众生完全是一样的 我们一般来讲到一地以上都是有平等的境界 到了佛地的时候更没有什么说的 我们现在因为凡夫人的原因 我跟众生区别特别特别大吧 我自己的事情我愿意做如果是他人的事情 虽然说众生我跟平等平等都是平等的 说起来都是没事 没事我们都是平等的 挺好的 没事这样有就可以 你得也可以 我得也可以我们都没有什么差别 但实际上还是有这并不是平等的 过一会儿真的有些事情接触的时候不一定是平等的 所以佛陀与自己和众生有平等的 这样的意乐到最后也有这样的平等 然后身份和缘觉他有决定中心者 先他会比如说身份决定中心者 缘觉决定中心者 他先设菩萨的行为 后来如来也给他进行安慰 劝说 这样他自己觉得我也可以获得成佛 因为菩萨的劝情后来他自己也有希望 获得这两种意乐在究竟的密意上面应该是相同的 他这里讲的获得意乐 二意乐应该是相同的原因 他这里也是说获得二意乐的究竟一场也是一样的 因为佛陀所考虑的平等的意乐也好 或者说刚才决定中心者也是 最后佛菩萨的安慰以后他也寻找究竟一场佛城 这样的原因他这种是比较特殊的情况 但这样也可以成为两种意乐的原因有这个密意 第六个 佛陀以方便的方法来 可以在僧文城当中实现涅槃也有这样的 比如说佛陀有时候也是说 我多少多少次以僧文的身份实现涅槃 然后佛陀可以完全幻化成声闻缘觉 幻化成实际上即使你幻化的话 那么佛陀的密意跟异常也是一为一体的 就这样的原因也是可以说是究竟异常的 那么最后究竟异常也就是说从究竟的意义上面 到达的目标不管是声闻成也好最后还是会到达这样的一场 也就是说证悟最究竟的空性佛地这一点可以承认的 因此说从七个方面来说 好像这个在安徽论师的广誓当中讲得比较广 大书里面讲得比较广每一个都讲了一些理由 麦彭仁波切在这里建密恶要地做一个介绍 意思就是说按照卫世众的观点实际上是究竟异常 也可以这样来解释它是有密意的 暂时来讲应该说三乘是了义的三乘是究竟的 但究竟异常也是有密意的 所以在众生面前也可以这么讲 下面他就讲 下面就是说佛陀不是宣说了究竟异常的必要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有这样的有些为了一些声闻 不定中心者还有愿觉不定中心入于大乘 也有这样的目的还有其他的有些菩萨他有不定中心者 虽然已经入了大乘 但是因为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产生一些反感 对众生没有任何加害的话他反而对你做一些损害的事情 有些你特别好对众生非常好 但是不但不保温反而对你添了各种各样的麻烦 这样以后对度众生失去一种信心 所以有一部分是不确定的众生 那么为他们宣说异常的有一部分人 他们已经入了大乘但是容易退失信心 所以这些不定者佛陀宣说了异常的 这是按照卫世宗的观点 我们前面也不是讲过吧 当时舍利夫有一次别人咬他的眼睛 他因为发了菩提心之后 他就把自己的一只眼睛挖出来给他 结果他没有很好地去用用脚踩在上面 然后这样舍利子他就特别不高兴 觉得他自己也没有用 这样的话度化众生很难很难的 他当时退失信心 其实我们有时候获得退失信心也比较容易 像这样的发心当然是很容易的 但是我们舍利子的话昨天我们讲《妙花莲花经》 到后面都好像对大乘不但没有退 虽然他有一些纠结有一些情绪 但后来好像是可能那个时候眼睛也是一只眼睛 还是什么的 不知道 不管怎么样呢 他这里刚才更有两种不定中心 佛陀为这些众生宣说了究竟一场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不管是不定中心者也好 或者说我们大乘先暂时受大乘这样的修行人 他们最终还是要入于一场 所以为他们宣说了究竟一场的原因是这样的 下面讲这种不定中心它有什么样的内悲呢 就讲这个道理吧 念头莽印那余尼地 他顿通通当 梦通当 东通都请 扎罗当 都请扎门 都慢办我 下面讲什么 声闻不定耳间未见成义 是这里吧 见义利业为利 贪执持持底下 声闻刚才讲了有一种是不定中心的 有一种是确定中心的确定中心的话 比如说声闻完全是他中间不会 当然最究竟来讲每个声闻都是不定中心的 最后还是如意大成的 但是按照小师自己的观点来讲他中间不会变中心 所以说叫做确定中心的话 比如说我们学显宗的话那完全一直是学显宗的 有些先学显宗最后学密宗的话 就是显宗的不定中心者有些先学密宗 最后又跑到显宗当中去那就是密宗的不确定中心者 这样的 有些是确定的 像密宗他一直学密宗的 所以大成和声闻成也有这样的 有些是讲《现观众安论》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吧 有些是大成确定中心者 刚开始一直进入大成 但他也不会舍弃大成去学小成 没有这样的 有些是小成的决定中心 声闻成的决定 有些是大成也不定的先学大成然后去声闻成 有些是先学声闻成然后又中间进入大成的 所以我们这里不确定中心不仅是在大成和声闻成当中也有 包括我们学显宗 密宗 学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 南传佛教有些是已经变了好几种不定的中心 先学南传佛教 然后过一段时间以后 好像不适应又跑到北传佛教 汉传佛教去 汉传佛教学了一两年以后又不行 全部抛弃 学藏传佛教 学藏传佛教一段时间不行 学基督教去了 学基督教以后又不适应 学伊丝兰教 有些一辈子当中一直在试探 一直在试探 一直找不到最终究竟 最后什么信仰都没有造了很多业 而离开了世界 有这样的案例 下面就是说 声闻不定有两种 也就是说 不确定中心有两种 有什么样的两种呢 也就是说 声闻以前是学声闻的 后来他学其他的 其余的这两个也是一样的 大乘的话 也我刚才讲了 他以前学大乘的 后来不确定中心的话 又学声闻 然后远觉也是一样的 以前是学远觉的 后来也不确定的 不管怎么样 声闻不确定中心者 入了大乘以后有两种情况 有什么样的两种情况呢 见和未见成义 见是自称的意义的 也就是说 见到以上一般 欲留过和依赖过 还有不赖过 这三个都是见的 因为小乘当中大家都知道 见到从欲留过开始 欲留过的话 断除了所有的见断 不管是欲留过也好 依赖过也好 不赖过也好 这三者都已经见到真谛的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未见真谛的 未见真谛的话 心结道的 还没有入真谛的 这是未见真谛者 这两者见以利为利 贪执持底下 也就是说 他见地势的意义也有两种 一个是贪执 一个是利贪执 贪执的话就是说 利贪执 利贪执实际上是不赖过 没有利贪执的话 遗留过和依赖过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不管是贪执也好 不贪执也好 凡是见了地都是断除了见火的 但是依赖过和不赖过 他从此之后再也不需要来欲戒了 这样欲戒的所有的见断和修断都已经断除了 当然他没有断除上面的舍戒和无舍戒的烦恼 而这个遗留过和依赖过的话他还来 依赖过的话还要来一次 虽然这两个断除了间断 但是他们对轮回的修断 修断当中一个是来一次 一个是来多次 这个烦恼他们都没有断 所以我们刚才见真地掌斗按照声闻尘有两种情况 一个遗留过和依赖过还要来这个世界 没有完全断离不来过的话 虽然他对欲戒都不来但是他还要舍戒和无舍戒都要来 因为他的烦恼没有断除应该在他们当中有这样 那么这样的话他这里 这样的利贪者虽然从声闻尘来讲他还是证悟了无我 就应该很可以的 但是因为有自私自利的心这样的贪执 就是刚才那个坚也好已经证悟了这个坚弟 但是一个是已经离开了贪欲 一个是没有离开了贪欲 那么这两者的境界跟我们凡夫人比较起来的话 实际上是声闻尘他还是因为有自私自利的 非常强的原因还是有些刚刚发大乘菩提心的人相比较起来的话 那么他比较殊胜的 因此一般声闻尘要成就的话 即使阿罗汉刚发菩提心的人相比较起来的话 有四十九个节的差距也有这样今天的一些说法吧 我们学过定界宝藏论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今天的有些内容我也可能讲得没有来得及特别详细地看 所以可能没有讲得特别清楚 但是我相信你们的智慧是很尖锐的 应该没问题的看表情很不错的 听说他说《那你让我们再 Alguk》就会变成就这一段时间 在何位之后令人现在需要持续度的 专闻有去身體的 saints 蓬险很多人在黑马来的身体的身体的身体 或者是干净多人在黑马来的身体的身体的身体 在二氮里面可以做所有的身体的身体的身体 没得到你占战alı身体的身体的身体 在这次的身体的身体的身体 下面就是说 听得懂吧 没问题哦 写《居士论》比《居士论》好一点 今天没有详细的课 没详的话应该不是特别难 稍微可能有一点吧 彼尔得胜道 转世驾驭骨 证据不可舍 驾驭知徒生 刚才林格就讲到这个声闻实际上是 他背离了这个世界然后进入了大城 不定中心这样的人 他这样的话因为大城他成熟众生 圆满成熟清净 就是刹土和众生和资粮圆满成熟众生 国土清净 那么这个时候获得了灭尽道 刚才讲了这个剑和不剑 剑到正体的这些圣者 他会不会已经扭转到轮回当中 如果是扭转到轮回当中 有什么因缘来扭转的 因为他已经断除了 悖离轮回了 已经断除了种子 那这样的话 这个是以什么样的力量 转到轮回当中 刚才一个是间谍 有利潭的 有一个 还有没有利潭的这两种圣者 意思就是说 遗留过和依赖过和不赖过 这三种得间谍的这些阿罗汉吧 那么他们是怎么样 已经获得了三界对质的这样的智慧 他们是怎么样扭转的呢 说是比二 比二是刚才见到 离开了贪欲和没有离开的贪欲的 这两个圣者 他已经获得了圣道 获得了圣道的话 那怎么样以无漏的智慧来转的呢 还是以什么来投生的呢 那么转世驾驭果他转世驾驭的话 实际上是他有一种愿力 争取不可思议 这种 下雨了 是吧 我们很等待下雨 他的这种力量还是争取不可思议 我们一般巡视者很难以 他这种阿罗汉 还没有得到阿罗汉 这种圣者吧 这种圣者他可以扭转于轮回 但扭转轮回他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土生 辗转于轮回当中的一种力量 那么这种力量实际上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不赖过的这个他具有上界的一个烦恼 预留过和依赖过的话 他还没有灭进欲界的修断 这种烦恼实际上也可以变成一种力量吧 下面应该 虽然他的无路不可能也转成有路 善不可能变成恶 这种因就不可能的 但实际上这种力量是不可思议的 也可以说就像我们大乘菩萨所讲的一样 有一种愿力 有一种力量吧 实际上比如说佛陀也经常劝菩萨修圣观 修大悲心 意思就是说依靠一种大悲的愿力 按照大乘的一些经论当中以大悲力 或者以发愿力来流转于轮回当中 所以说像前面讲的见和不见的这些圣者 根本的业和烦恼流转的话应该是没有的 但是他依靠一种上界的烦恼 或者不可思议这样的力量转世到轮回当中 实际上这也是可以的这叫做不可思议的驾驭土生 这应该是在一些业力当中也可以这么讲吧 他下面是怎么样土生的呢 一则已远离 而能成土生 临则不来过 幻化成金城般 就是没有离贪者和已经远离了离贪者有两种吧 第一个是还没有离开贪欲的 于赖国和依赖国 他们可以看到这些众生 遗留国和依赖国的话 他们都还是有自己还可以来语解的这样的因缘 这样他看到众生很可怜相当于是以大乘的悲心来土生 这是一种远离来土生的 本身他自己也是有一部分的因缘 还可以转到欲界当中的 所以他转生到有情界之后不断地积累资粮 修行 最后都是成佛 有这样的 另外一者已经远离了贪欲远离了贪欲的话 他自己是没办法土生于欲界 但是他有一种幻化的方式 就像有些比如说到哪一个国家去 有护照已经没有了 但是他扮另一种护照来进入这个国家 所以说像不赖国的话他自己土生的因缘就没有了 但是他可以缓化办另一种护照 然后可以进入这个国家 原来我们九十年代的时候去印度 当时去香港的时候有绿色的护照 黄色的护照 还有几种颜色的 后来我们经常出去 进来 好像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绿色护照 黄色护照 那天我找到一个我想说 当时这个护照很执着的 现在都已经过期了二十多年了用不上 所以这个菩萨尤其是他不来过的菩萨 他本来是不能来不能进入这个国家的 他就没办法因为他业力这些都没有嘛 远离也可能没有了后来他就干脆用幻化的方式来 同样地进入众生界度化他们 也最终可以成就的 彼尔绿绿书 具有自信神 欢喜涅槃果 须世还圆满 刚才声闻道的不管是已经见到真谛的也好 没有见到真谛的 他们当中都是见到真谛的 见到真谛的这两个人一个是离开的 一个是没有离开贪欲的 这两者实际上是依靠他们的喘息吧 喘息是什么呢 就是自力欢喜因为圣文成一般有知识自力是比较强吧 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欢喜 自己取一个寂灭的涅槃 他们的证物给我们大乘比较起来比较缓慢的 因为他不断地在生活当中一直想获得自己的涅槃 我们发愿的时候我要快乐 我要离开了这个烦躁的轮回 烦躁的痛苦 有些人发愿往生极乐也是不是来度众生的 那么这里的圣者也是同样的 他反反复复地串习自己想获得一个解密 解经的 这样一来他真正的大乘佛教果位想比较起来的话 还是要缓慢很长时间 为心意图生 无有佛陀是 幻化清禅地 获得妙菩提 刚才没有做到真理的声闻 还有不定中心的这些凡夫人 这些刚才我们为心意图生的 那么这些他们在欲界当中死完了以后 还要不断地转生到欲界的长寿天当中 不断地这样以后到后来 佛陀没有出世的时候 或者佛法不出世的时候 他们来到这个世界 因为他修行的远离 转生到欲界当中 然后转生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们不太喜欢色生相偎的一些 外面娱乐的对境 不太希望 而依靠以前佛语的一些传信力 没有阿瑟利的地方 像独鹊一样自己实现成就 然后成就之后 他们最后求一些色戒 这样的禅定 不断地 度众生 积累资粮 最后实现菩提 他这里为信徒一之 无有佛陀士 这是刚才没有见到的 其实这个也是不定中心者吧 也会这样的 麦彭仁波切在后面好像也有说的 实际上我们这里讲有一种众生断中心的 永远都是不能成就的 也有这么样 有一种众生说是确定心的 永远都是身闻缘觉菩萨的 就这样的 但实际上这是暂时来讲可以的 按照为是众的观点来讲是可以的 众观众一切众生都是具有如来藏的 那这样最后都是没有一个不可以成佛的 因为他的信心光明和信心空性 每一个众生都是具足的 所以暂时来讲身闻缘觉是确定的 但最究竟来讲应该都是需要进入佛城 就进入佛城所以这个观点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卫世宗的观点跟众观众的观点 的确也是有些时候不同的 按照众观众的观点 那么众生里面没有具定性的众心 他最后一定会变成不定性的众生这是一个 还有按照众观众的观点 众生里面断善根的没有的不成佛的这样都没有的 他最后一定会有这种众心的 只不过他这里有一些众心断绝者 这是暂时而言的 所以我看后面讲 暴行论众也如是宣说 这两种众菩提迦罗的戒行根机意乐 今中也宣说了这耳里 就暂时而言有三乘各自道与果 这一点合适也是不能否认的 对 暂时三乘的话他们的道 果这些都是没办法否认的 然后断忠心者也与相同 断忠心者也是一样的 在按照伟师宗的观点是它是真实存在的 但众观众的观点是不成神的 每个众生都具有如来藏的 难有断忠心的 没有 所以我们讲《大乘众严经论》的观点应该是这样的吧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对吗 难道 Happines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之为勇识 顶礼传证大恩上师 无上上升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之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 前面断了一个偈颂的传承是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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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巴尔达 刚达吉乌 琼姚通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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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讲《大乘经庄严论》当中 现在讲的是十二品 求法品 十一品是心结品对法要产生信心 十二品是讲求法 还有第十三品讲所法品 那么我们要求十一种法 前面真如 如幻 等次等等讲了十种法 今天开始求无名 无名佛书眼应该是比较方便 则舍他自辩知精进 他这里就是说我们前面学习大乘佛法的时候 我们要求什么样的法求内在的法 不是得个法本或者取个法名 到上师那里去摸个顶或者加持加持 然后上师瞧一瞧得到加持了 然后到藏地 到汉地就摆见上师 这是不是求法呢可能是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前面讲了求十一种法 今天是最后一种也就是求无名 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大乘菩萨大圣者 要得到尽所有和如所有之的一切智慧 要断除一切的争议的话 一定要能认真学习世间上所有的一切知识 一切知识而像声闻和愿觉他们是自己想断除轮回的根本 而在他们的别解脱戒当中 比如诸我魔作 诸善奉行等有一个偈颂也是能满足他们的所愿 因为断除自相续的烦恼 的话 利根者一个偈颂也可以了知 但是作为大乘菩萨他不仅是自己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 还要更重要的他要摄受众生和折服众生 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精通无名 没办法 所以他说作为圣者如果你没有尽情地学习精通无名 无名是什么呢 无名叫生命学 隐命学 还有隐命和供侨命 内命是指的佛教 这无名 原来有一个人说我在无名佛学院求学 别人问无名佛学院的无名是什么 他说 中观戒律佛罗 现观庄严乱 就把五部大能讲了 所以这是不对的 无论般 可能是无论般的 就是说无名 首先是生命学 生命学是世间当中的 比如说词 句子 文字 现在的话来讲应该是语言学 比如说英语语言 韩国语言 阿拉伯语言 法国语言 世界上有非洲的话 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语言 其实语言精通也很重要的 如果简单一点的话 我们从文法和语言文学 我们现在大学里面专门有一种 专业叫做语言文学 翻译 或者各个国家的语言学 从这个方面可以理解 第二个是逻辑学 也就是说隐名学 隐名学实际上是世俗当中的这些道理 通过显量和比量来进行抉择 比如说法相 名相 诗相的道理 或者相受和相偉的关系 自相和他相的关系等等 世间当中所有的名称通过一些推理 或者通过一些显量来了知 世俗的这些知识可以说通过隐名的逻辑学 现在有西方逻辑 东方逻辑 世间当中也有很多不同的逻辑学和哲学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叫做公桥学 公桥学我们世间当中的比如说一些绘画 或者说一些技术包括唱歌跳舞 我们现在有些论典当中也是讲为了让众生得到利益的 包括一些世间当中的比如说办工厂或者世间的任何这些 为了生活而用的所有的技能 技巧都可以属于公桥学当中 比如说我们办配训班 办技术学校或者办一些工厂 实际上这里面学的知识也是让众生得到真正生活上的利益 这些知识 这些叫做公桥学 然后叫做医学 医学大家都知道中医 西医 藏医 还有印度 阿拉伯医 还有西方也有很多 到了非洲的时候非洲也是有不同的 民间的不同的他们的一些医学 凡是所有的医学要知道疾病的因缘 基本的本体 它如何治疗的方法 将来不容易产生的这些预防的方法四个方面来 任何医学都是主要在四个方面的 当然这里面还为了将来不会产生疾病的话 有一些营养学吃最好的一些饮食 然后包括现在的一些健康学 长寿的一些秘诀 这些也是属于在医学当中 医学里面 还有这个是医学当中的 所谓的内学 内明学 佛学 佛学通过四地 十二缘起或者八正道等等 这样的修行方法来最后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 像小乘的那些自己获得解脱的圣道 如果大乘的内学以六波罗密度所舍的 所有的这些解脱道 这些叫做内学 那么我们上面讲到的无名的学习 如果没有通达的话作为圣者没办法获得佛果和获得解脱 因为获得佛果和获得解脱的时候实际上是 它会通达世间当中所有万物的真相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佛经当中 实际上是有很多关于医学方面的 关于哲学方面的 关于英明的哲理 包括现在的技巧的一些功巧学以及内明就不用说了 这些都有像我们学院也是 但是象征性的这些课程都是有的 主要是佛学院内学为主 那这些学习是目的为了折服 因为前面我们学的一个是神秘学 一个是隐秘学 这两个折服外道或者折服其他的辩论者 比如说语言文字上面有些可能向你进攻的话 通过生命学的精通能折服他的观点 如果有些通过推理 逻辑学来对你进行攻击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隐秘学 隐秘学得很好的话 那就辩论都不怕了 昨天我跟有些交流的时候对方不会说 好像没办法回答 没办法回答 哦 那我今天不说我要回去好好学隐秘 再跟你说回去要学隐秘 然后再跟我说那个是很那个的 所以我们平时的一些可能在交流沟通的话 也许可能隐秘学也很重要的 折服别人的时候一定要学隐秘 我们学院当中的一些隐秘班 隐秘学完了以后口才就比较不错了 所以很多人说他在隐秘班的话不敢跟他说开玩笑 害怕到时候给自己失败了 所以学隐秘 然后学供桥学 还有供桥和医学摄受别人 为了一个是指护别人如果外道或者其他来故意攻击你 故意向你发难的话你可以挑战可以给他攻破 然后医学和供桥学主要是我们摄受别人 以前弗鲁娜尊者还是谁他都是先到别的一些众生当中 通过医疗来治众生的病 然后慢慢他对他生起欢喜心的时候再讲佛法 也有这样的公案吧 还有供桥学也是这样的 通过让他学一些供桥和技术的时候 他真正在生活上得到利益 这个时候让他进入佛门 摄受的时候实际上是医学和供桥学很重要的 释迦牟尼佛广传当中有一个国王 他觉得当国王也是经常造很多的业当商人也造业 后来他选择觉得做医生是最好的 当然现在医生也并不是百分之百都是好的 有些医生也比较坏脾气也不太好 打针的时候他好像啪 拧走 医生就走了 哎 医生这里流血了怎么 流血就不要管了 没事 留一点 没事 所以有些医生还是比较厉害的 有些病人都比较害怕一看的 我这个医生来了 规规矩矩的不说话 所以医学还是很重要的 摄受别人 摄受别人为了自己想获得辩知 获得解脱 自己辩知 解脱的话要学佛学 内明学 不管怎么样 为了无明作为菩萨一定要精进 要精进从自立层面讲有些知识我们也不一定学 但是为了利益众生也应该值得学 《有婆舍戒经》当中也是说过 世间知识虽无利益 世间的知识 世间的事情虽然没有利益 没有什么真实的利益为众生过二业学之 为了利益众生也要学它 二业学之 因为世间的这些事 其实我在一个学校里面也引用过这个教识 我觉得很好的 我们有些法师 有些出家人觉得 这些不要看 别看 没有必要的 但有时候你真的要想利益众生 这个时候你不同这些 比如说你语言不同的话 你没办法的 你在不同语言的场合当中 你要跟他们沟通 非常困难的 如果天天有一些翻译的话 翻译也不一定你想说的翻出来 也许他自己加很多自己的语言 也许你说的全部忘了 有很多的 然后如果你隐名没有通达的话 那在别人面前很虚的 就觉得我不敢给别人说话 如果你通达隐名的时候 不管在什么场合当中也很容易的 所以学隐名 学功效 我们学功效和学医学 有些人说这个没有什么意义 东西不要学得太炸了 只要修行就可以 其实自己真正修行很好的话也可以 但有时候很有必要了解世间的知识 包括了解世间的行为了解我前两天所讲的一样 现在的国际行事是怎么样 国内行事是什么样 包括最近各方面身边的情况是什么样 世间的很多知识精通的话也非常有必要的 聪明的人 有智慧的人 有时候对什么法都比较精通的 这也是很有必要的 在佛教当中来讲还是很重要 精通一切这样的知识非常重要 佛陀在《宝文经》当中也是说过 如果没有学无名的话 作为菩萨也不能得到圆满无上辨知 所以为了得到无上菩提应该学习无名 在《宝文经》还有其他的 包括《瑜伽十地论》当中也是说 这个菩萨应该学习无名 学习无名的主要原因是让众生得到无上正等觉圆满 赶快圆满这种资粮而学无名 所以学无名也很重要的 当然还有藏传传佛教当中有这叫做大无名 还有小无名什么失血 喜剧 失血 磊酸 那 还有什么 资造血是吧 可以了吧 够了不 失血 资造血 是吧 造自血是吧 失血 然后 失血 资造血 喜剧 还有什么 是吧 离算 你们知道 我可能算好了 算好了吧 够了吧 哎呀 有些说是够了 就这样 好 所以这是讲的 希求的法 下面就是讲 丘姆勒勒勒勒噶 丁拉叠吉赞巴等 尘尔吞蒙多巴等 吉斯特 想起人母八五 下面是讲如何寻求作业 作业需求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需求呢 刚才我们前面讲所求的法 那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求呢 通过作业 经常想 我们要求什么的话先用观想 修行才能得到的 这样的话 作业有五十一种作业 这有些比较难 有些比较容易 首先应得而欢喜 所依随念碧 应求共同国 心结义菩提 这是四个作业 第一个是应得而欢喜作业 所依随念作业 欲求共国作业 还有心结义菩提作业 四个 首先是应得欢喜作业实际上是这样的 我们每一个众生实际上都安住在 具有佛心 佛心的种子也有 也有菩提的 六波罗蜜多的种子 我们作为求学者 学习大乘佛法的人 他可以通过详细地去观察 我到底有没有种子 如来藏 成佛的如来藏有没有 他会去观察 然后我有没有菩提的种子 他通过大乘佛教的经论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众生都具有如来藏 如来藏的种子也是有的 如来藏的种子我们进行修行 修卢波罗蜜多的话有这个种子 所以将来一定会有修成的缘分和机会 这个时候众生非常的欢喜 因为他通过应赖而得到欢喜 他知道我的阿难耶上面具有波罗蜜多的种子 也具有阿难耶实际上跟如来藏也是一个意思吧 这样我将来修法我们在座的每个人也是 刚开始可能我们不知道 我们以前受过的其他教育 好像是我们突然来了 突然就死了 中间就没有什么了 我前几年问中国科技大学的小长朱青师 我说你对前世后世成不承认 前世后世方面你是怎么看待的 他当时回答的说是 主要是前世后世从阿难耶和如来藏方面 我想讲得很好的因为前世后世的关系 主要是从阿难耶和如来藏方面应该很好的 我当时跟他问了一些问题 我就专门采访吧我觉得他的身份还不错的 他的语言对佛教的一些观点说出来 也许有些人是特别相信科学 但是不相信佛教的这些人来讲 我就像他出来说话的话 我一个和尚出来说话两个有点不同的 所以我就问 作为一个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上的时候 佛教大师早已在那里等候多久 我说 你作为一个科学家为什么这样说 你在什么背景下 加持下 开玩笑 加持都没有说 是你这样说出来的 他说 我曾经十多年 当中跟《南怀经》先生面前学了《愚迦十地论》 不是《能言经》 《能切经》 还有《愚迦十地论》和《成为十论》吧 后来对佛教有个很深的了解 同时他也看到无理学当时的两自理学虽然没有那么成熟 但他这个观点结合起来的时候觉得佛教大师很了不起 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时候 现在科学家所发现的这些道理都已经明白了 有时候他们的有些话也是 虽然我们从佛学的角度来讲可能比较简单 但是从他们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角度来讲 研究这些也不简单 我们希望很多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你们也是 因为现在我们佛教徒好像有些是很拘束 觉得自己只要把我马里巴摩天天念阿弥陀佛 念个阿弥陀佛就可以了 当然一方面你有信心都可以 但是你要去弘扬佛法或者说你永远在这个环境当中不胜邪见 你可能要观文薄学有必要的 在这个时候可能知道自己有没有成佛的种子 阿难耶稣有没有你如果发现了 啊 我有种子的话很欢喜的我不像石头 如果一块石头它就没有什么成佛 将来也没有什么希望前世后世也不存在 但是我们通过学习以后这个是一个作业 我们在座的人也经常要制作所谓的 然后第二个作业是随炼所谓比作业 你知道你安住在中心如来藏你有这个佛心 你有这个佛心的话你要开发这个佛心 你必须要大乘地发菩提心 然后大乘地发菩提心你要随炼它 用你的正念和智慧来随炼 正念来怎么随炼呢 正念始终都是不能忘 哦 我有如来藏我有菩提的种子 这个不能忘 然后用智慧用智慧是什么呢 值得菩提心来开发或者发菩提心 这样的话用智慧和正念来进行随炼 随炼什么呢就是我有如来藏 我有如来藏的话我一定要把它利用起来 要发菩提心这是第二个作业 随炼它的作业 作业是如来藏上面的种子的这么一个作业 第三个欲求供果作业 欲求供果作业就是说 我要发大乘菩提心然后修六度波罗蜜多 修六波罗蜜多的话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不是为自己比如说我不是自己安忍当六波罗蜜 六波罗蜜多的话如果是小乘可能是 他的果也是自己享受 但是大乘的话他所得到的果 比如说不是得很多的财富 安忍的话应该相貌庄严或者眷属圆满 那这些果报我希望所有的众生一起分享 不要我一个人得到的果共同地享用 并且这个善根也要回向这个是欲求供果作业 第四个 心结菩提作业 就是想对菩提有信心 有兴趣 有什么样的兴趣呢 虽然我有如来藏我有发菩提心的 菩提心的果报也自他都可以享受的 但是这个到底能不能这样呢 我们可能有一些怀疑和担忧 但我就可以想不用担忧了我是依靠菩提 比如说过去有无量的佛通过菩提心而修成就的 现在也是有无量的佛也是这样的修行成就的 未来也是有无量的佛这样成就的 所以说行持六度万行一定会现前菩提的 那佛陀也这样的话我也是这样的 念名众生过 无法菩提心 好像《华严经》里面讲的吧 就是三世诸佛说 学六波罗密 就是说念名众生的缘故 我要发菩提心 那么三世诸佛面前的话 三世诸佛说 学六波罗密 三世诸佛面前我都发愿学六度万行 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是这句话 《华严经》的这句话这是行劫菩提作业 我们对菩提百分之百有信心 为什么 过去佛是这样成就的 未来佛也会这样成就的 现在佛也正在这样成就的 我选择的道没有什么错误的 所以我应该值得信任 我有时候想有一些不太信仰佛教的人 好好地看这样的论典这里面都很细致 这样这种道理你慢慢去分析的时候 最终你也知道原来佛教里面所分析的这些知识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那么简单粗糙的 这是讲第四个 全部都是跟阿赖耶的种子有关系 阿赖耶上面有种子欢喜心 那么种子要阐述的话要发菩提心 要发菩提心的话不能被其他违缘作用 一定要随念还有善知诸佛心结的菩提等等 跟下面很多也是相同的 那下来以后 十一四位理 细语定不厌 未凭及对之修行有四种 下面我们讲第五个座义叫细语座义 第六个座义叫不厌座义 首先我们讲细语 这个细语的话可能细语座义稍微等会儿调个歌 他下面有个细语座义从讲义里面是四种威力 从那个地方开始是第五细语座义 上面好像整个他全面地讲了一下字面上的解释 意思就是说细语座义通过四种威力来生起欢喜心 这个是细语座义不厌座义 因为有了这样的威义 的话满足众生或者圆满成熟众生 还有佛陀的这些功德圆满的话不厌倦 违平和对之的话 实际上是断除违平和修持对之的 布罗密多自己的法 这个讲了这几个座义吧 其中我们先讲细语座义 细语座义是什么样呢 它是通过四种威力来讲细语座义 我们要修大乘法的话我们有一种威力 如果没有威力的话我没办法修 不可能战胜违缘不可能修 什么是威力呢 我有四种威力所以我很欢喜 我要修大乘法是没问题的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像西方人他经常讲勇敢 信心 每个人都是自己一定要 你跟国家领导人讲的时候都要讲要自信 我们要勇敢 要站出来 如果跟教育的方式都完全是不同的 我们很多人是比较谦虚 比较自律 我不敢说 我不敢讲考 不过现在还可以你们讲考这个态度还可以 刚开始有点害怕 就是有点 现在怎么讲 以后应该自己会有一种威力的反省 我有这个能力的话怕什么我应该很高兴 如果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 有点多多说说 有点胆战心境会有这样 四种威力是什么呢 一个是断除波罗蜜多的威品的威力 威品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留波罗蜜多的话 那就是布施的威品是灵舌 持戒的威品是破戒 安忍的威品是嗔恨 精进的威品是懒惰 禅定的威品是散乱 智慧的威品是邪恢 邪见 把威品摧毁 有这个能力 所以你就不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它有成熟资粮的 也就是说 智慧资粮和福德资粮 我们布施 持戒 安忍的话 福德资粮 禅定和智慧的话 智慧资粮 精进的话有两方面的 所以我有这个威力也不用怕的 有成熟资粮的威力 还有有自力和他力的威力 因为修卢波罗蜜多的话有自力 比如说我修波舍自己心情很好 持戒自己维护生生世世的 就是修安忍的人心情很快乐不像修嗔恨心的人 修精进的人自己也有事业的成功 修行的成功都有 禅定的话禅定今生来世都包括身体很好等等 智慧的话能取舍因果等等 那么他力不是别人得利益的 持戒的话因为不杀生 不害众生 对别人有利的 然后安忍的话我不安忍的话不害众生 我通过修禅定 别人的病也治好 别人心情快乐也有 然后通过我的精进的话对别人也是有利的 我的智慧的话给别人讲经说法等等 所以自力 他力都有这个威力 还有未来可以成熟 未来的一熟果和等流果也可以成就的 修六波罗蜜多的话 未来的等流果和一熟果是怎么成就的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一熟果大家都应该知道 比如说布施将来有受用 他的一熟果是受用圆满 以前布施的人今生当中钱多多的有 以前没有布施的人钱包一下就空了 我们现在藏地有些领导 每个月都是有好几千块钱的工资 但是不知道有些人穷得要命 每一个月发工资之前他就要借别人 然后这个工资要领之前要全部还完 听说很痛苦的 所以修波士他的一熟果财富很圆满的 修持戒获得了人天的福报和快乐的 修安忍长得好看 庄严 相貌端严 还有眷属也是圆满的 以前修安忍的人现在身边的人都不会跑越来越多 以前没有修安忍的话自己可爱的弟子眷属都全部跑了 最后一个人留在旷野当中很伤心的 修精进的话一熟果是事业圆满 修禅定的人身体没有病 心堪能 还有修智慧的话通达一切世间和出世间的血处等等 当然等流果大家都知道 以前布施的话今生也喜欢布施 以前持戒的话今生喜欢持戒 以前安忍的话今生喜欢安忍不用等流果 以前什么样的话今生当中有这个习气 所以我们知道是由四种威力来欢喜心 第一个是欢喜作业因为有四种威力的原因 刚才断除伪品积累资粮还有自他耳利 两个果报成熟等等这样的威力的缘故 我们会生起欢喜心的作业 第六个是不愿作业 那么不愿作业因为通过四种四舍 六度四舍四舍利益众生他不厌倦 布施 阿语 同施他不会厌倦的 还有依止善知识听很多显宗密宗的法也不厌倦 还有自己安住于这样的佛法当中 众生也安置于佛法 这个时候当然有众生很多对你的反抗 理性 你怎么样对他好的话他反而忘恩负义 这个时候你也不厌倦 其实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在读众生过程当中稍微有一点行为 我们产生厌倦心尤其是众生的业力不同 有时候真的我觉得是最难的众生的理性 什么是众生的理性你对他非常非常好 别人无缘无故莫名其妙地对你 有些时候可能自己有心灵的疾病 我看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心里有一些恐慌 对别人不信任有这样的 就这样的原因好像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些群体当中 尤其是东方人 中国人好多年轻人 说话都是不敢说在群体当中不像西方人一样 西方人有时候是说开玩笑说什么的话 好像很真诚的也没有什么担忧 就说一句话东边看西边看前后都很紧张的 也没事啊 我们也并不是当时二战时期的那车人一样 什么都那么担心也没有必要的 有时候我们很真诚的有什么事情就说 以前庄宝仁波奇有一个教言好像怎么说的 很真诚的把自己的心都是掏出来给别人看一样的 没有什么阻碍 没有什么遮挡 这种教言其实是很好的 有时候我们还是对人与人之间 就不要有很多的表情 有很多的不放心 没有安全感 自己没有安全感的时候 外人全都是一种坏人 所以有些时候包括有些发心人员 实际上自己的智慧 能力各方面都很好的 但是最主要跟别人没办法合 没办法一看到别人的时候要么是有种恐惧感 要么看到别人的时候有一点担忧 要么看到别人的时候好像觉得自己 在他面前特别的脆弱等等 其实我们在度化众生也好 或者跟众生交往的过程当中 我们自己应该一方面不能有厌倦心 因为众生各式各样的你就遇到别人的不理解 别人的反抗的话不应该推舍信心 不应该推舍信心 另一方面我们佛教的这些甚深教义 也应该勇敢地没有厌倦心地要讲出来 现在我看其他宗教的有些从农村开始培养 为什么他们进入农村呢 他们觉得进入农村他们的教育在一些 表面是看来一些农民没有文化的 但是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的孩子如果他们的孩子 有他们的一些教义 他们成长之后是一个很好的资源 所以说逐渐逐渐有一些目标对准到 除了知识分子的一些有知识分子多的城市以外 还要从农村开始也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自身大乘的殊胜利他的教育 应该先自己有了信心 然后给别人也经常地去讲 这样以后这就是真正佛法的最好的弘扬法法 有一部经叫做《不退转论经》 《不退转论经》里面怎么讲的呢 佛法中知人自行劝他心 佛法中有智慧的人自己有信心劝别人自行劝他心 如是辗转教 增上诸功德 刚才讲的是佛法当中的知人 先对自己的佛法要产生信心 这种道理你要尽量地想办法 在其他人的群体当中你要去讲 这样不断地努力不断地辗转的交界 一方面功德也是非常大的 同时佛法的教育在不同场合当中也会增长 它的功德可以增长我们说广宏佛教 但我们在不同的场合当中 有时候也不一定提佛教两个字 应该把这个真理以其他的方式来包装也是可以的 我们在讲不厌作业 每个人在修行过程当中也好发菩提心的过程当中 不要遇到一个人对你不好然后马上退失信心了 哦 我就不学了算了我看不惯这个人 现在很多人的违缘就是这个我看不惯这个 然后我不愿意到法师的班里面去 好像这个法师不知道我跟前世的因缘可能不好吧 我一直听不下去了不好的 我要换一个法师换一个法师的话 可能他不是前世的因缘他今生的因缘不好吧 有些是前世的因缘不好有些是今世的因缘不好 那这样自己真正修学的机会有没有 有些好像学了一点累了学了一点厌倦了 其实厌倦是有的我们有时候都是真正讲经说法也好 或者修行的话确实有点累有这种感觉 但是也想起来前辈的诸佛菩萨怎么做的话 我们做得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我们还是固着勇气再不断地去学习和修行 这是第六个作业 第七个作业就是刚才颂词里面讲 违平对治修行有四种 违平和对治修行就是这个 这个意思就是断违平修它的对治法 它有四种主要是忏悔 随喜 气轻和悔向 这个忏悔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修卢波罗蜜多当中从布施到智慧之间 肯定有很多的包括灵色 破戒 还有邪怠 散乱 嗔恨这些违平 这是我们修的过程当中也经常犯的 啊 我有时候舍不得供养 有时候戒律受得不是那么如意 有时候我可能生嗔恨心 发脾气了 我发脾气了 不对不对 原来我们读师范学校的时候 有一个良善的玛尼瓦学生对我印象很深的 有一天我看到他自己都是把自己的头发 我说 怎么了 我太笨了 我生嗔恨心 开始他自己把自己的头发 自己惩罚自己 我说 别这样 别这样 他说 我太笨了 我又生嗔恨心 他去年好像死了 当时他离开的时候他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 今日寒笑相遇 明日寒泪相别 他写诗还是比较可以的 他就写得这样 对 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犯的违品 包括从布施度到智慧度之间犯的很多 这些一一地去忏悔 有时候我们可能是从布施到 持戒之间真实的修行层面 从布施 持戒 安忍这些都修得很好的 对治法方面我们也随喜 自己也好 他人也好 做的话随喜 那么这样的道理我们通过请佛陀给我们传法 请圣知识给我们传法 这种道理要不断地给我有一种字典和提醒 否则我凡夫人很难增上随喜和忏悔的功德 还有 前面我们讲的忏悔 随喜和清传法论的这些功德 那么我们不断地回向跟菩提一切众生面前作回向 这个经验当中也是有的 忏悔一切罪 一切善根皆善心 劝请一切佛愿自他获得无上殊胜妙智慧的 这个是我们一般三十五佛祈祷文的后面好像有吧 就是这个 dkbā tamte醺 nrsojōbō jiā tamteca na djusudu Katila nikta digestion bā kapala nara A Remsaellanda dkbā tamte Groём 是 是 你们看看 那个书里面有 这个佛经里面有点 对 这是我们讲的是 下面就是讲 是 这个讲这个颂词就可以了今天 经心正德书乐于布施他 毕加即发愿爱乐所为义 布施等六种得利欲成熟 供养即义之真实胜要此 总共这里从八个座义到十七个座义 我就简单地讲吧 第一个是精心座义 也就是第八个座义吧 精心座义 那么精心座义的意思就是清净的心 对六波罗蜜多的法和六波罗蜜多的意义 产生清净的信心 这里之法是六波罗蜜多的因缘 比如说布施的话 布施的因 持戒的因 这叫做法 六波罗蜜多的因就是布施的果 也就是说布施 持戒 六波罗蜜多的果叫义 所以对凡是所谓六波罗蜜多的因 凡是所谓六波罗蜜多的因 和凡是所谓六波罗蜜多的果法产生真正清净的信心 有些说法是所讲的法 意义它所表达的意义 就是我们所讲的法 我说六波罗蜜多的法 这叫做法 我说法以后 我的语言所表达的意义 就是六波罗蜜多它自己本身 那么这个叫做意义 不管怎么样 凡是我们对六波罗蜜多相关的道理产生信心 有些人很有信心 我对布施的因果 对持戒的因果 对安忍的因果 凡是大乘六波罗蜜多的话 我很有信心的 他的因果全部我特别有信心 有些是对恶法有信心 有些是对善法有信心 每个众生的福报确实不同的 这个叫做进行作业 第二个是得受作业 我刚才对六波罗蜜多是有信心的 现在我要需求六波罗蜜多 也就是说依靠善知识 闻思修行 不诽谤 真正去得六波罗蜜多的法 这个叫做得受作业 得受作业的话 我不是光说一说 我真正想布施 我真正想吃戒 不但我对他有信心 还要在流动实际行动当中真正去行持 这个叫做得受作业 我要好好地去做这种有信心的 这个叫做得受作业 那么第十个是乐视作业 乐视作业主要是从对别人法布施方面讲的 喜欢将佛法布施给别人 我们经常讲说法布施吧 布施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大宝积经》里面也是说过 如果佛陀对弥勒菩萨说 如果以财布施的话 虽然对暂时众生有利的 但是他不能离开生老死病 但是通过法布施的话 这些众生可以有机会离开生老死病 所以叫做如来的微妙法 如来的我们说佛法是无上甚深微妙法 为什么说微妙法呢 因为一般财布施他只能解决可能今世的这些饮食等等 但是微妙法他能解决 让我们生生世世当中无法面对的生老死病 都是他可以解决 并且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果位吧 所以有一个据颂叫做 这个意思是什么说的 也是《大宝积经》里面说的 三界诸乐觉 三界当中所有的万乐的工具 尽此十亿人仅仅是受持的 布施给一个人 尽持十亿人不如一戒施 不如一个偈颂的布施 功德为最深他的功德已经超过他了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把三界所有的这些金银刹宝都给别人的功德打了 当然肯定功德打 但是这个功德不如给别人讲一句大乘佛法 所以有些人让他辅导的时候不行 我累了 我喉咙痛 说法不来世不适恨我不说可不可以 我不当辅导员可不可以我不当法师可不可以 我们以前学院的时候 有些还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给他平时还比较不错的 后来得到法师的位置以后 堪布堪摩的位置以后 从来不说法而且从来很可惜的 所以有些得到这个位置之后再不愿意讲法 其实讲法是个很好的机会大家也不要 有些人一直觉得哎呀 让我不要说法 其他我什么都可以干千万不要让我转法轮 下面是第几个作业 第乐师作业讲完了 然后毕加作业 毕加作业的话 修罗波罗密度的过程当中 这个毕加作业里面不光所以我还是犯了很多印度的讲义来讲的 你们要珍惜这种机会 不然以后很难得 是这样的 毕加的话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要修布施的话 披上布施的铠甲 修持戒的话 要披上持戒的铠甲 一直到六波罗密度其实开甲实际上是一种决心 它是不被外缘传入而且自己内在有个特别坚强坚韧的意力 它是这样的一个象征 所以说我们要修六波罗密度的时候都有一种坚定的誓言 修持无量无边的波罗密度 第十二个就是发愿作业 发愿作业的话我们前面修持六波罗密度一定要有发愿 生生世世让我具足圆满 我们无光尊者经常念诵的发愿 让我生生世世你们不是全部很想唱 开始头抬起来了 但是那个音调很难唱的 我不会唱 不好唱 好是好听 然后这个发愿作业就是 行持六波罗密度它的主缘是什么呢 经常居住善知识 蚝油包括身体 受用等等 不然六波罗密度要圆满的话 如果身体不好也不行的我今天身体不好 今天受业 明天吃药 后天病倒了也不行的 善知识没有的话一个人也是在世间当中很困难的 如果受用没有生活费都没有车费也没有 住住店 路上的路费都没有也困难 所以说我们要发愿的时候 愿我生生世世一定要有好的善知识 有好的财富 有好的身体 这些还是我们要发愿也是很重要的 大乘佛教修行的违缘尽量没有 这是我们经常念诵 祈祷包括发愿这个时候自己要 就像五光尊者的念诵文一样 生生世世不离正法 生生世世遇到善知识等等 这样来发愿 很重要 这是发愿作义 爱乐作义吧 我颂词上面没有看但是基本上差不多吧 我就看讲义里面的第三个 第十三个是爱乐作义 爱乐作义的话生生世世当中 获得无胜福果的六波罗蜜多 六波罗蜜多非常的欢喜自己很愿意 我们有些人 我不愿意做世间的 各种各样的 无意义的这些事情 我特别愿意布施 吃劫有些真的善根很好的 包括有些在家人的一些居士在大城市里面 本来是散乱的因那么多 我有时候看到一些居士的时候 好像我们作为出家人多年在寂静的山里面训练 但是好像我们有时候看到他们的精进 又喜欢布施 又喜欢吃劫 比如说果物布施 或者经常受八观摘劫 禅顶每天都是两三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在修行 精进的话自己在完成工作的同时也精进 还有修安忍的话别人说他 骂他 打他 好像没有什么不及其任何就像安忍婆罗门一样 特别特别坚强这样的话 这个是对六波罗蜜多有种欢喜心 这叫做爱乐作业我对善事方面很有意乐 有些人对所有的善事都特别有意乐 这叫做爱乐作业对六波罗蜜多很有兴趣 那么第十四个方便作业 不仅是自己修六波罗蜜多 而且更重要对别人修六波罗蜜多 发自内心的欢喜 发自内心的随喜 发自内心的能感受别人的善根和功德 不是表面上看随喜 随喜 随喜 可以听好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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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实际上特别不高兴 脸色都变了 心情也包括走路的时候很多态度 旁边的人就可以看出来口头上是随喜啊 怎么了 很多人自己可能没有发现但别人看得出来 因为很多人在这样的文化和电影的生活当中 比较扮演很多的角色 虽然没有当过演员 但是比较低沉的演员自己也当过 所以这样的原因知道这个角色演的是什么样 其实这样不是很好的 如果我们随喜功德对自己也没有什么损害 来世也是快乐的如经论里面讲的一样 下面我们讲的第十五个作业 十五个作业就是威力作业 我们做布施当一个布施的话 实际上里面有布施的布施 布施的刺戒 布施的安然六个 然后每一个布施有六个六个 六六三十六 那么这个威力很大的 你看做一个布施的话 有波罗蜜多全部都具足了 三十种六波罗蜜多都已经具足了 这个我们讲经说法的时候也好 或者任何时候都可以引用 这叫做威力用于作业 六波罗蜜多作业 第十六个叫做承受用于作业 这个通过设施的方式来承受有情 给别人布施 爱语 来 过来 我给你讲个故事 先喜欢听故事的面前跟他讲一些故事 喜欢他讲一些动画片的跟他讲一些 然后慢慢先给他讲布施 你自己的行为也跟他比较等同 最后真正要帮助他通过事实来利益众生 经常作业的话这是承受作业 要承受众生 利益众生其实还是有必要的 为什么现在有些宗教经常建医院 建学校 免费地提供一些餐饮 然后给别人专门培训 唱歌 他自己没有什么要求只要你进来都可以 包括我们有些佛教徒都很感兴趣 这样我自己得到一些利益 我们有些佛教徒都把自己佛教的皈依放弃 然后开始进入他们的宗教 这也是一种他们的逝世方式 他们也有这样的逝世方式 但我们大乘佛教利益众生的最好的方法 以六度四色来利益众生 成熟众生这是这样的作业 那么第十七个叫供养作业 我们六波罗蜜多当中 布施多当中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供给 这些供养如来和供养诸佛菩萨 这个可能是标点佛话有时候改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六度当中 首先布施里面比如说别人给我的利益 别人给我的供给这些我都不要了 这个供养不要了给你供养了 就给别人这样的 然后六波罗蜜多除了布施以外的 其他的供养也是向如来面前 善知识面前这样行去的话 这个叫做供养用于作业 第十八个叫做依止用于作业 我们要求大乘佛法的话 经常需要宣说六波罗蜜多的真正的善知识 如果有了善知识的话 你就可以方便修行 如果没有善知识和善友的话 你的修行也不能成功的 第十九个就是慈悲作业 慈悲作业我们讲的四无量 慈心和悲心 喜和慈 这个跟我们平时做讲的那样 慈心是愿众生得到快乐 悲心是愿众生离开痛苦 悉心是愿众生离开痛苦和获得快乐 生起极大的欢喜心 然后慎心的话 这些众生远离贪嗔痴 获得了一种无上的快乐和妙乐当中 这是一种等词 你以四无量心的方式经常去修行 经常去作业 这叫做慈悲作业 所以这一生大乘佛法的十九种作业 当然后面还有很多的作业 这些作业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要去修的 其实这些每一个作业它增长波罗弥多戒 增长人们我们经常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相续当中菩提的种子越来越增长 如果我们经常跟无是一种作业相反的 我们做恶的作业的话 其实我们相续当中增长一些恶的罪业 这样果报对自己来讲也是很不好的成就也是没有希望的 所以作为一些修行人大乘经 专业论师一方面是理论上 有很细致的教理还有一个 在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每天都可能要思考 我今天讲了十九种作业 十九种作业里面我做到了哪些作业 就是平时我们在作业心里有哪些作业 我们可能凡夫人当然有一些违平的不好的作业也是有 但是通过教育和通过这样的修行 修行的话原来我们不好的染污的心也可以慢慢放弃 逐渐逐渐心态会有改变的 所以很多人的修行真的通过闻思以后很明显地看出来 原来刚来比如说假如我们学会 来学院 刚来的时候就特别像一种非常野蛮的野猴一样 不管什么行为 心态都是特别的幼稚 但慢慢慢慢通过学习以后有些福报比较不错的 前世对善的因缘比较不错的这些人 哪怕是听了一年两年的课以后 他的行为很有很好的一种改变 所以我们还是修行大家不要厌倦要长期 虽然这个路走得不是那么容易 每个人要向山的话上山入水 有时候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的话 依靠三知识和依靠佛陀的加持 我们获得了这样难得的人生 其实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想听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乘菩萨的修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需要 有无知一种作意来摄取修行因为修行其实是一种内心的方便方式 所以具有智慧的人他不花很多的时间但也可以圆满成就 没有方便的人有时候虽然花了很多时间但不一定修得特别成功 所以这种智慧和方便很重要那么今天就继续讲五十一种作意里面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十九种作意今天还继续讲着 这些作意 在这个《偈心造恶者 惨愧》是一个 是一个 喜欢惯喜惊 眼见作地相 安置一个劝慧 就这样分的 那么二十个作意叫做惨愧作意 那么这个就是说惟心造恶者意思就是说 六波罗蜜多久根本没有心 比如说也没有做博士没有持戒 没有安忍 没有禅地 没有修行 没有智慧 这样有一部分人根本不愿意做这些事情有这么一个 还有一种人虽然做了 但是做得不好 虽然做布施 但是布施做得不好 灵施也特别多 虽然修持戒 但后来又破戒了 虽然修安忍 但又忍不好随时都发脾气 然后发完了以后又后悔 又忏悔 又开始造恶 这叫做造恶者 虽然是信六波罗蜜多 还有一种 造恶以后还是很后悔 惭愧 自己觉得 哎哟 我发菩提心的人怎么这样呢 那这些也实际上是有惭愧心 有后悔心的话 这也是一种作意 所以我也经常这样想 我们凡夫众生如果所有的这些戒力都清净的 所有留波罗蜜多行持的非常圆满的话 当然是最好不过的可是我们很多人有无始以来的习气 不一定是全部都做得非常十全十美 但是能做多少 做多少 如果真的做不好的话就尽量忏悔 有惭愧的 这样也是很好的 现在有些修行人刚开始想自己变成一个很完美的人 但后来确实因为前世烦恼兮兮的原因根本不想做 比如说有些闻思修行的人刚开始想 啊 我到学院了好好地求学 结果参加各个班的时候特别累 早上也不想起来经常迟到 有时候也过头了不去上课 还有一部分虽然去做但是因为烦恼很重 每次都把自己的功果抵消积累一点功德 又造一点罪业就这样 但实际上这也是大乘菩萨当中的一种作业 有个后悔心我们以前可能连后悔心都没有 想做的意乐都没有以前没有皈依 没有发菩提心的时候 你就根本没有想到我要做布施 我要吃劫 我要安忍 我要禅定 我要修智慧 没有这样想 但现在有了这也是很好的 有时候我们想比如说给别人吵架 哇 我好像无始以来的善根都已经毁坏了 自己也是特别后悔但实际上有时候我们造善业 也是多生累劫当中无法积累的也可以的 也是短短的时间当中 所以我们有些悲观的人经常看到过失的这一点 啊 我没有希望你看我有神痴恨心 我有犯戒律 我好像对过失方面都比较扩大 然后乐观的人把过失不想 啊 我发菩提心应该很好的 啊 我供一朵花的功德是那么大的 磕一个头的功德那么大的 我肯定没问题 往生极乐世界 这是非常乐观的人 但我想我们可能有时候也从悲观方面想 哎 我造了也不好 有时候我们从乐观层面也可以想 我应该造这些善业非常不容易 应该有很大的功德等等 这样来想的话 那是最好的 所以说 第一个做惭愧的 有对未造或者造恶的有惭愧心的话 这是大乘菩萨当中的一个作业 第二 二十一个作业叫习近作业 习近作业平时我们行持波罗蜜多的时候 不管是布施也好 持戒也好禅定安忍 是哪一个波罗蜜多非常欢喜的 可能前世的善缘吧 凡是即生当中造善事方面特别特别有意乐 造恶的话他可能没有那么多 包括我们听课也好 还有很多心善的这一部分特别有乐意的 我要开始上课了 我要闻思修行了 我有美好的一天又要开始了 真是多么快乐 幸福啊 有些可能不是这样的啊 我又开始痛苦了 哎呀 又要去上课 不想上课 不去课不可以 好累哦 好困了 好苦哦 就有很多那种自己真的 我们身边的很多人都有差别的 有些人他遇到了大乘佛法之后 不管是闻思修行哪方面很有意乐 很欢喜去放声也好 去做闻思也好 包括参加考试 凡是做一些善事方面 有多少个工作重叠呢 他还是愿意双重身份的 又要发心 又做这个 又做那个 这样的话佛经里面讲 以细心故胜得其安 因为有患喜心的缘故身体也是得清安的 有些因为自己欢喜这件事情 即使他发心很累也愿意做 如果你心不支持的话 即使你很轻松地发心和工作 你也觉得特别特别累 其实我们人的心还是起到很大的作用 我都有时候看世界上的有些人 比如说有些喜欢打扮的人身上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现在世界上有大大的闭患 下巴格都在里面特别大的闭患 看起来 哇 这个是很痛苦 但是他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 很好的 我们有些藏地的以前古代的那些老年人 在那个头上有什么双壶 还有琥珀 松石 这些一大块一大块 连头发都开始已经拔出来了 但是他就觉得特别洋洋自喜 觉得我很美 很好看 特别的 还有些耳环 一样的 我们这个人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 这个人可能很辛苦 但是心乐意的话什么事情都是愿意的 有些发心人员的话 你看内地有些特别条件很好很好的人 这些到一些艾滋病村 还有一些 包括现在藏地也有很多叫干宝虫 非宝虫 就有一个地方都是特别特别多的 这样的 但这些当中有一些志愿者 他虽然看到这些众生的时候 他自己本身是他吃船 什么工作都不臭 但他很愿意到那里去 但到那里去的话 再这么痛苦的话 他愿意 乐意接受 这种时候身体也轻松 轻安 快乐 我们修鲁波罗蜜多也是这样的 有些大乘根基的人 特别愿意行持六波罗蜜多 这叫做悉尽作业 对你所欢喜的对境 特别愿意接受 六波罗蜜多的对境 这是讲到二十一个作业 然后二十二个作业 严倦作敌相 也就是说 行持布殊波罗蜜多 当六度万行的时候 心里面产生极大的严厉心 产生极大的严厉心的时候 你马上意识到 哇 我现在这样的严倦心 实际上无上正顿界的最大的障碍 他是最大的敌人 不应该有这样的 把严倦心当作作敌相 怨敌相 有些 我要退失信心 我要退班了 我要不学了 我要离开了 这些都是一种敌人来操作 所谓的敌人不一定是 拿着一个长长的宝剑 或者是收鲁弹 子弹拿来给你 不一定是 有些是无心的敌人 什么样的无心敌人呢 就是我们对大乘菩提心 六度万行 造作的过程当中生起厌倦心 因为你心已经疲厌了 那身体和其他都没有什么 我们的心一切根治网 这个时候我们也会想到 原来是发心 有时候也会产生一些厌离心 对世间也产生厌离心 对周围的环境也产生厌离心 你对身边也可能产生厌离心 在这个时候不能有厌倦之心 这种厌倦心是不合理的 我要坚强起来 这是我们每个大乘佛教徒真的在修行过程当中也好 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厌倦心是正常的 但是有些菩萨在这个过程当中厌倦心已经大悲了 真的利益了 没办法了 有些就离开了 现在终结十年当中能坚持下来的有多少人 如果真的坚持下来一直不退转的 这样的人前一段时间我们也给他们做一些加持品的奖励 十年当中本来人生来讲十年是不会很长的 但是作为修行者来讲这也是一种考验 所以我们也看看有多少人 虽然每个人都可能产生过厌离心 我有时候在十年以来有时候我就觉得 哎哟 不管怎么样 佛法那么好的 哪怕是一个众生得到利益也是可以 但有时候一个众生都那么难度 那这样就没有什么意义的 一个众生的性格都是这样的 很难很难 这个时候有时候容易退失 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坚持下来了 没有倒下去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以后在修学过程当中 或者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经常会产生一种厌倦心 但是这个厌倦心你要看到它是菩提道路当中的一种怨地 不要听它的偶尔产生一种厌离心的话 我们藏地有一种说法叫做晚上睡觉的心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没有 所以你的厌倦心通过一场睡梦让它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样之后你就可以坚持到底继续学下去 有些我们学院当中也是有一些堪布堪木 包括有些虽然没有堪布堪木的位置 但是的确是十年以来 二十年以来 默默无稳地很好地去闻思修行 这些人都可以说没有被厌倦心的风吹走 应该是自己有一种自信吧 莫舍极道 侮扰他心的话 这种人是没有舍自己的道 没有舍自己的原则 应该这个可以叫做真正有个性的了 下面是安置 安置实际上就是要想到有六波罗蜜多法利益众生 我们所化的这些众生安置在六波罗蜜多经论的境界当中 也就是说让他们真正能享受到大乘佛法的甘露妙法 也就是说原来他不学《入菩萨行论》 你就让他学了原来他从来没有学过 《夹行》《经庄安论》没有学过 你通过各种方式来不管你的亲戚朋友你的亲人 让他经过多少次都给他的一种劝说吧 最后他慢慢慢慢有些人是被朋友介绍的 就原来不想学后来因为他的朋友可财也比较好 然后各方面的能力 威力都不错 这样以后本来我不想学 但是我那个朋友一直偏偏说我 所以我没办法现在我还讲究再学吧就学吧 学得也不是很好的 常规得很 但不管怎么学得好也好不学也好 还是在这个经论当中依靠他们的这种劝说 这也是我们的一种责任 我们还是通过各种方法来让他们学 有时候好像我们特别过于地给他们推来 也不是很好的 但是还是需要一种善巧方便来给他们讲 我都希望最好有些是初学者 不要给他讲很多很多的戒律 我们戒律到后面讲 刚才我过来的时候有几个人 他说可不可以女众这边坐 有几个男众 我说可以可以 没问题 我觉得这种方法是很好的 以后我们学院也是这样的 我们学院有些人刚开始来一个新来的居士 或者他完全不是居士 但是给他吓唬不能在那边去不能跟他一起走 其实从来根本没有学佛的他根本不懂积虑 也没有跟他这么首先说 比如说有些不学佛的人来这里看一看 也许可能一个女众从男众的门过来了 所有的男众哎 你就不要这边来不能 往那边去 然后女众这边来一个男众的话也没有 虽然我们出家人的群体 但是作为出家人有自己受戒律的一种意识 不可能一个男众坐在那里马上站上了 所以有时候可能 尤其是我希望 很多人刚开始给别人讲一些很多戒律 这个不愿 那个不愿 那个不行 这样以后开始害怕了 害怕以后他可能没有这种缘分了 刚开始的时候让他比如说除了一些杀生以外 做一些他习惯性的有一些 也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慢慢进入 这个很有必要的 所以这叫做安置 我们给他安置的时候 刚开始不要几率很多了 不然的话安置得不成功 如果刚开始讲得比较方便 慢慢慢慢越说的话 最后还是有办法的 这也是大乘佛法的一种方便方法 下面是劝慧作义 劝慧作义也就是说 因为每个众生的根气的确是不同的 有些是可能喜欢讲身的 有些是喜欢讲钱的 这样根据不同的众生 给他们讲不同的法门 有这种智慧 我们前面也是说了吧 就是会作弊弟子 会作弊事长 以种种方便 临有情通道 《四百论》里面讲的 或者是显现上作他的弟子 或者是显现上作他的事长 做各种各样的 通过各种方法来最后让他真正精通一切整理 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有时候用世俗的讲说 然后慢慢映入声音里 有些根气比较不错的人先给他讲空性 然后慢慢慢慢地再讲因果的一些道理 所以我们要学会看众生的根气 当然有时候人可能比较多的时候 这里面有些喜欢听钱的 有些喜欢听神的 所以可能我们在一个场合当中不可能 尤其是我觉得最困难的 东方人和西方人不同的文化 北京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特别难讲 有时候跟小孩 老人 中年人全部集聚在一起 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 里面也有幼儿园的孩子 十几岁的孩子 也有老师 也有百发苍苍的老人 然后我讲个课 我想讲什么好呢 最后好像全部能接受的很难讲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场合当中 总口难调 不好讲 不好讲 但是如果我们对整个时代比较精通 比如说我跟这些人虽然年龄上有差别 文化上有差别 宗教背景有差别 但是这个时候我要看他们的大家关注的是什么 大家关注的都喜欢快乐 不管小孩 老年都喜欢快乐都喜欢健康 都喜欢一些漂亮什么样 这个时候我可能会讲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点 我们可以讲出来 最近我也听到法师们在网上讲课 有些地方还是跟以前有进步 还比较不错的 但我们可能还要了解一些世间人的心态 把佛法的甚深的一些道理用世间的语言来讲出来 其实这个很不容易的表面上看出来 可能有个佛教专业人看的话 他在讲什么 没有什么深度 没有什么讲的 但也许你的群体是大众的话 很多人愿意听的这个时候 可能有些演讲也好 你的讲究是比较成功的 所以我们劝慧 劝慧作语的话 应该在不同的众生面前我们要讲出 或者对他推出一个与他相应的智慧和悲心 这样以后对众生是有利的 否则他根本不懂得有些特别甚熟的名词 给他讲的话的确也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要观察别人的心态和观察别人的表情 观察别人的态度 这个很重要 下面就是讲到 下面就是说 十等愿解义 非自在天等 以无碍皆知 二者过于共 随念积累习 积予见大义 讲二十五个作义 二十六个作义 二十七和二十八 这里这个颂藏当中有四个作义 那么首先是所义作义 我们行持六波罗弥陀灯 其实六波罗弥陀真正成佛的因 大乘佛教的真正的因 《经济王论》里面的十七品当中讲的 六波罗弥陀是比较广的 讲六波罗弥陀的概念 六波罗弥陀的四体 六波罗弥陀的整个 每一个波罗弥陀的周元 微品这些 到时候我们可能明年 明年应该能学吧 如果大家都在这个世界 明年我们学十七品 十七品当中讲的整个六波罗弥陀讲的广 菩提的主要所义 菩提的因是什么呢 大乘讲的六波罗弥陀 而并不是自在天也好 梵天也好 上帝也好 还有真主 照物主等等 这些并不是获得菩提的因 真正众生的菩提果位 其实依靠六波罗弥陀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以法不义人 以了业不义 不了业 以智慧不义分别等等讲 六波罗弥陀 众生以六度 成熟于菩提 应该在《大戒经》里面讲的吧 众生是依靠六度来成熟菩提的 而并不是依靠飞天 天人 或者做一些其他的戒律 包括我们讲的戒举剑等等 不是用其他的剑和其他的戒律来获得的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不是当圆绝的因 圆满正绝的因 而不是自在天和地势天 以及现在所谓人们所偿道的这些 这些大乘佛教徒也应该会自己做好思想的准备 不然我们有些学了很多很多 最后跑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跟其他宗教结合在一起 最后产生了另一种定解 其实我们没有很好的 扎实的学经 只是在表面上 字面上闻思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第二十六个叫《诗者主义》 诗者主义实际上我们知道 布施有违平的吝啬 持戒有违平的破戒 安忍有违平的嗔恨等 每一个六波罗蜜多 他有过失的一部分 还有每一个波罗蜜多 他有持戒 正知正念等等 有正面的智慧对置这一遍 这一点我们无有任何障碍 能完全知道每一个波罗蜜多违平的部分 每一个波罗蜜多的功德的部分 也就是功德和过失的部分 这个我们经常会去作意 其实这个是最好的一种修行 如果你不懂得布施的两方面 你可能也不一定行 布施呢 不好的方面 临死 禅定的话 不好的方面 散乱 好的方面 依靠禅定 身心健康等等 有很多的功德 你知道它的功德的时候 我们即生当中行持什么样都容易的 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布施的时候 它的威品临死了 但是按照《大宝积经》里面讲 若见有切者 心生欲佛像 如果见到乞丐过来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就想 啊 佛过来了 佛在 躺在这里有时候 这样的话 念诗人积来 十亿成佛道 十亿无佛道 看到乞丐的时候 我想把它作佛像 看到乞丐来的时候 噢 今天让我成办布施的祝愿 让我成佛的因缘来了 我们经常不是这样的 在饭店里面吃饭的时候 来了几个 我妈那巴 妈那巴 妈那巴 然后有些人拿一毛钱 走 这我们三个人都不给 我们这几个人都是只有一毛钱 这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布施的方法 我们四个人都是出一毛钱 这是我们共同的布施 不过也可以 有些时候 他们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一毛钱 他的收入是不断的 这个里面又到哪里一毛钱 又到哪里没有什么其他的工作 也不用上班 这也是 现在香港很多地方说有些乞丐比较富裕 不过有些乞丐真的很可怜的 他们如果没有这样的痛苦他也不会乞讨的 所以我们应该作为大乘佛子 至少也不能歧视 蔑视或者威胁等等 这些是不应该的 所以布施也是这样的 持戒也是这样的 安忍也是这样的 精进 禅定 智慧也是这样的 懂得两方面的供果 这样就成为什么呢 这个叫做死者作义 用智慧来抉择 然后随念欢喜积资作义 那么这个比如说布施 持戒 安忍的时候 知道他会积累两个资粮 我们前面的三个福德资粮的 后面的禅定和智慧是智慧资粮的 精进积累两个资粮的助缘 所以我们要知道经常想六波罗蜜多 见大义作义 实际上无分别是菩提的因 但是这个菩提实际上是依靠布施波罗蜜多等等 这些因缘 所以我们现在做布施波罗蜜多 实际上六多万行最后获得了无分别菩提的果位 因此利益众生是我们要见到最大的大义 我们有些人觉得我今天升官大义 听说在选举过程当中把他的位置已经提升了 非常欢喜 有些人在做生意过程当中赚大钱 非常欢喜 但这些世间人们认为是见到大义 很有意义了 非常非常 我这次做事情很顺利 很不错 现在我这几天还不错啊 我自己觉得也不错我什么都很好 很多人认为它 但是我们最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如果行持六波罗蜜多在这人生当中是最有意义的 当然世间的大多数人不一定是 我们的价值观并不是在六波罗蜜多上面的 我们的价值观一般是藏了窝金上面的 我们很多众生的价值观在四种颠倒上面 比如说本来是无常的东西 你认为这是常有的 这就是我们最高的一种境界 其实这是很可怜的 也是一个颠倒的作意 因此有些时候 比如说佛经里面也是讲了 就是说我们不顾一切的 行持善法法 行持菩提的话 这叫做专业力 佛经当中专门有这个名词 专业力 专是专门的专 意识意义的意 两个茶当中的点 专业力 实际上是我们不顾一切的 想利益众生或者自己修行的话 这是应该在人生当中最有意义的 不管你是居士身份也好 你是出家人的身份 仅仅是人有了吃饭 有了地位 这也不一定的 我们生存的价值看自己能不能长远地行持六波罗蜜多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还有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周围和在我们的环境当中 创造一个对众生有利的事 这也是很关键的 我们现在大多数的人的确在价值观上面还是有一些进步 我自己认为很多人发愿也好 很多人修行也好 好像利他心觉得是很重要的 这就是我们《经庄安论》的主要思想 我原来跟有些人也讲过我说 你如果真的把《大乘经庄严论》听完的话 你的利他心肯定跟以前有进步的 你对大乘佛教的重体思想 他的认识一定会提高的 我自己是有这样认为的 原来在上师如意宝面前学了《大乘经庄严论》以后 对大乘佛教的基本思想虽然每一个词和每一个作语都是记不住的 但是里面的部分内容都逐渐逐渐吧 潜移默化因为听了很长时间以后 学了很长时间以后人的思想会有改变的 有些是很明显的哦 原来很自私的 我现在稍微有一点 有些是我自己不是很明显不是很感觉得到 但实际上我是有静谋的 我相信我们这次听课的这些人 我看了一下总体上现在听课的人员也比较稳定 基本上刚开始跟有点不同的 但是后来因为我生病以后人缘都比较稳定 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以前学《大乘经庄严论》的时候 一会儿人多 一会儿人少这样的 后来我都觉得我值得生病 因为很多人 一般的人都已经上来了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 然后这也是很有意义的 从这之后一直听课的人员比较稳定 我也特别希望因为先听课的这些人 除了极少数人以外全是还是很真诚地在听课 不然你每天都是不可能这样 因为我们在学院来也好 不来也好 除了极个别的研究班以外 其他人都看不到吧 但是大多数的人还是只要因缘具足的时候都会来的 所以我们一方面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自己安心地闻思 这个很重要的在有生之年当中 我们可能会遇到世间当中这样那样的事情 但是这些事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也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我们人应该在各方面要想得开一点的话 什么事情都并不是很大的 如果我们想得不开的话 即使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但是你可能就没办法生存的 即使发生了一很微小的事情 你觉得好像整个天不低劣或者整个世间当中 都好像非常痛苦等等 所以心态的调整对我们来讲的确特别重要 有时候我们作为凡夫人可能心里不舒服 不快乐 恐惧 紧张 焦虑这些负面情绪会发生 但是你有了大乘佛法的智慧和这样的境界 很多事情马上都有解决的方法 所以我再说前面讲的是什么呢 见大义 有些时候我们就想到 比如说佛陀在阴地把自己的身体为老虎 或者佛陀作鸽子把自己的身体布施 有很多很多非常精彩的故事 非常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给我们自身现在的 我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徒想比较的时候 自己觉得我现在其他的世间当中 依靠自私而发生的事情都微不足道的 不足挂痴 没啥 应该利益众生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今天哪怕是稍微能帮助一个人安慰一下 他心情不好就在那儿也不想吃饭 也不想做什么事情 一直哎 今天怎么办呢 我们就旁边去哎 你怎么了 来 过来 过来我给你说一下 怎么说呢 其实有必要的 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 人心里的疙瘩 心里的痛苦 自己觉得是特别特别的难受 这个时候如果旁边有一个人帮助他 他就过两天就好了 过两天好了以后就像天气好了一样 今天整个世界都是很美丽的 就是那个时候不容易倒下去 否则心情不好的时候 可能旁边的人没有人帮助的话 他就越来越孤独 越来越寂寞 最后变成什么样很难受 我们世间上的很多名人 富贵的人 包括有些修行人 有时候有些修行人还是有前世的业力 虽然即生当中修行得很不错的 但是因为他前世的业力没有效的话 即生当中有很多的痛苦 包括有些阿罗汉 包括有些圣者 从他的传记当中他也显得有深厌烦心 也有这种情况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有必要帮助 那么下面就是讲 圆满六波罗蜜多的机智和圣观 我们现在经常印度瑜伽到处都开瑜伽观 他们现在的瑜伽观是修一些身体的锻炼 但实际上从印度真正的瑜伽 他有志观和机智和圣观 当然大乘的瑜伽会有六波罗蜜多相关的 如果不是大乘的一般世间的瑜伽 那可能现在在各个地方 现在很多地方健身健康学方面的一些行为 那么我们也经常想皮泼舌拉还有萨摩顶 我们经常讲的身观和机智 这样的瑜伽也值得作诣 自己也是心安住 光心安住不行的 要认识心的本性 其实身观和机智也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提升到一些讲到大圆满当中 当然有更高的一些认识自己的心安住的部分 和认识心光明的部分有更深的 瑜伽作诣 我们最近也是在给大家强调生活佛教 生活佛教当中我们也希望大家能不能修瑜伽禅 瑜伽禅有不同层次的 比如说用世间一般的瑜伽禅的话 什么都不想光是这样作诣 一直这样作诣 这也是对很多人来讲是一种很好的修习 很好的健康 现在国内外的东西方的 包括一些学校 企业 医院 监狱等等 这样的团体当中特别流行 很多学校也是开设禅 那么这个禅实际上也是这样的 也是很简单的层面 当然我们如果把它深入到 显宗密宗最高的一些修法 也有它的修行 因此包括我们学院的一些法师 居士 也学会禅修 自己修一段时间坐禅以后 早上起来的时候也不得不坐禅 最后已经习惯了 好像你出门 出差这个时候 其实你没有时间都是很想稍微安住一下 这样之后对你各方面有很大的进步 自己没有修行肯定是教别人有困难的 自己稍微有点修行的话 那任何场合当时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以后在家庭当中也好 在学校里面包括在一些不同的场合当中 都可以观修 心的力量很强大的 这是一种瑜伽 第三十个作义 无分别作义 无分别作义 我们知道无分别 实际上是不加任何的分别 这是成佛的基本因 六波罗蜜多都有无分别的一部分吧 我们布施 持戒 这是分别的一部分 三轮提空这样的修行方法 这是无分别的作法 或者我们刚开始加行的时候发愿要好好地修布施 然后到真正布施的时候无愿大悲 或者无愿布施 到最后我们也可以作回向等等 这是无分别的作义 还有一个叫做受持作义 受持作义不忘施 就是我们不忘陀罗尼 也就是六波罗蜜多的法义也好 六波罗蜜多的词句最好不要忘失 有些记性很好的 有些我们看学院当中的道友的话 有些是十年前 二十年前听的课基本上都是很好的 比如说 零三年是讲的什么法零四年是讲的什么法 然后讲的时候有多少人当时是怎么讲的 辅导的时候辅导员是怎么说的 法师怎么说的 堪布怎么说的全部都记得清清楚楚 有些不是这样的讲的时候比较专注的 讲完了以后就忘完了 讲的时候好像完全都明白了 不讲也可以 讲这么啰嗦干嘛 不如我好好地睡觉 这些不讲我也懂 其实我如果善法作的话 我讲得更好的 有些可能就是这样的 但下来过后让他讲的话有点无言了 不说话了 这样也不太好 凡是我们不忘作义吧 受持作义 受持作义的话 尽量的 我都经常这样想 现在最好如果不忘陀罗尼得到的话是最好的 但如果这个得不到的话还是做一些记录 比如说一年你重要的一些事情 其实在自己人生当中有一些记忆也是很好的 再过十年 再过二十年以后 自己比如说二零一六年的时候我听了什么法 那么听这个法的时候用了多少天 那第一天我收到什么收获 我如果把专门的收获或者我的心绪的 好的部分 不好的部分全部记录下来 也许到最后还是很有意义的 自己也翻开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我刚来八五年的时候学院来的当时我听《入菩萨行论》吧 其实到时候方便的时候我的笔记本给你们看一看 现在还是比较多的 我看什么时候看了人多一点的时候看 可能《棉花莲花经》的时候看吧 到时候应该比较多的 我是比较执着的到时候我给你们参观一个 喜欢记得 其实喜欢记得也许可能记性不好 不知道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记得 还有一个叫做欲缘作义 不管是我身于什么地方自己要发愿 啊 愿我一定要遇到一个很好的 六波罗蜜多助缘的善知识或者一些好的因缘 这个其实很重要我们经常发愿 愿我生生世世遇到正法 愿我生生世世遇到善知识愿我生生世世遇到好的友 不然如果我即生当中遇到不好的朋友 可能我的很多境界就毁于一旦的 来世的来世更重要的 所以现在有些道友也经常跟我讲 哎 堪布给我加持加持 我就找到一个很好的法友 我到学会来主要学习 我其他地方找不到一个很好的修行善知识 我是来这里主要目的是来造生有目的的 也有这样的 其实我们生生世世发愿 有遇到善知识 遇到善友 遇到好的环境 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人毕竟是受环境的影响 如果我们接触的这些人没有正见 没有正念的话 反护人自己的心很容易被环境或者身边的人的见解所作用 所以一方面发愿 经常作业 这个作业最后还是发什么愿呢 也必定能成就的 这是很重要的 下面第三十三个要断除七种颠倒的作业 断除七种颠倒的作业 获得了他的威力 那这是什么样的七种颠倒作业呢 我们在行持六波罗蜜多当中 要修三种等词 还有四种法音 三种等词分别 比如说这个法本来是没有的 如果我们去有耳执着的话 我们有空性的等词来遣除它 如果我们轮回当中本来是过患的东西 我们把它当作为常有的 功德的东西 那这样我们把它用无缘等词来灭除 断掉 无缘等词我们在世间当中本来是有功德的涅槃 凡夫人把它当作一种断灭 或者一种寂灭的话 我们把它当作有无相的等词来修行 最后把它修成寂灭的 涅槃就是寂灭的 这是我们经常讲的三解脱门吧 本性 空性 因无缘和果无相 这么三个等词来断除它们 这是前面的三个 同样本来是没有常有的东西 如果我们把它制作为常有 我们用无常来 本来是痛苦的东西 我们认为是快乐的话 这是我们有苦空我 也就是说四种颠倒的话 实际上是用四种法音来进行对治 这就是一种威力 当然在这里面还要讲了一些 六波罗弥陀作业的过程当中后面的 包括前面的心结品 求法品 还后面有修行品 教授和水教授品等 这些来进行对应的 这一点我们下面会一一地讲 我在这里不广说 那么今天还要讲几个颂词呢 今天再讲一个颂词完成 今天就讲这个颂词我们可以 以各自每天的不间断的禅定 西游无稀有 各位四种相 与有情平等现见大奔情 下面我们会讲三十四个座椅就是西游座椅 然后三十五个座椅就是无稀有座椅 但是这个西游和无稀有的话 实际上每一个都有四种相 所以首先有西游座椅 我以前在其他的《大乘经论》当中也讲过 菩萨的路多万行有时候看来非常稀有的 我们谁都做不到的 他做布施刺戒等等非常稀有的 有时候我们也看到这没有什么稀有的 这是他的专业 这是他的特长有什么稀有的 所以我从两个方面可以做意的 首先我们讲行持六波罗密度过程当中 依靠这作意也会增长我们的善根 是哪些呢 首先是西游的作意 西游的作意也分别有四种 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前面的有些品当中也是讲过吧 就是包括持戒也好 布施也好 凡是大乘菩萨所行持的能色能色 难行能行一般是根本没办法的 你看我们把自己的身体都是可以布施给别人的 长期能行持戒 然后别人给你的身体割成一段一段的话 那你就像安忍贤人一样能忍受 这些都是因为世间人是根本没办法的 非常非常的稀有 从布施到智慧之间的这些 每一个持戒也好 布施也好 安忍也好 禅地 有些禅地不吃不喝都是要多长时间 都是一直如如不同的安住 有些清净戒律那世间人根本没办法的 包括我们比如说学院里面有很多的国务布施 世间人国务布施除了一些美容或者减费以外 不要说多年的国务布施 连一次国务布施的话很难的 但是真正有了这种定解和有了这种智慧 他完全能受持这是很难以做到的一些事情 作为大乘夫子有新的力量可以做得到的 这是一个稀有 第二个稀有 而且这样的发心时间也是很长的 比如说三个阿僧七戒 或者我们有些不说三个阿僧七戒吧 有些是比如说到一些学校里面做职员 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情的话 常人无法想象的一做就做了十年 五年 包括我们一些学校里面做一些老师 真的有利他行的这些老师 原来我们刚开始要求他们做两年 后来十年过去了还在愿意帮助这些孩子 所以这些一般常人没有一分钱的工资 那你在那里的话恐怕是没办法的 这也是很稀有的从世间上面讲也是很稀有的 包括我们有些法师讲经说法的话 已经讲经十几年 二十几年非常难得的 这也是很稀有的从世间方面讲 然后从六度行持过程当中不求精神的汇报 很多人都是要求汇报啊 我做这件事情你给我发多少工资 不行如果你两千三百块钱的话可以 两千两百块钱绝对不行的 那你给我提一百块钱的话我面前可以 但有些菩萨他不会这样的 今生当中你根本不会想到自己的一个汇报 这也是非常稀有的世间人做不到的 现在我们有些人也是做一些慈善 这样的时候很多人从来没有行出过 大乘佛法的人都是觉得很稀有 是这样啊 放生啊 几万块钱都是 都是那这些鱼全部都是扔到河里面 哎哟 钱丢到河里面好可惜哦 他们没办法理解 很稀有的 还有菩萨不求后世的一束果 大多数的人可能即生当中我得不到什么 但是他承认来世的话就是说 我来世都获得人天福报 获得往生极乐世界 但是作为大乘他其实对来世他也不再这么想 即使我来世可能是堕地狱或者很痛苦 但是这样今生对众生有力他还是愿意 大悲伤生杀人一样的他当时根本不知道 他自己也是积累资粮不会堕落的 他当时想我一个人下地狱就地狱吧 那这么多人不痛苦都是可以的 我不如谁入地狱这样的发心 这也是一个不求来世的一束果 这是非常稀有的四种 大乘佛子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稀有的 下面无稀有的作意也没有什么稀有的作意 从不同的角度来讲的其实这两个是不矛盾的 第一个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种庄稼 他得到过失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这没有什么可惜有的 同样的道理我们行持 布什登六波罗蜜多获得佛果 这是正常现象的没有什么的 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有些成就者 在出现一些红光 很多人觉得哇 好稀有啊 那天看到德巴坎波的有些蛇猎的时候 出现当时彩虹啊这些都是 很多人说哇 怎么好看啊这是为什么 但一般的有些修学大乘佛子的人来讲 这是没有什么的 行持善法的人出现蛇猎和出现各种各样的瑞相 这是一种因果规律这是自然而言 也没什么大惊小规律也没什么非常稀有的 一方面很稀有的 对没有不理解的人觉得很稀有 但真的理解的人来讲也不算什么稀有的 这是一个因果规律 我们有些修行人有些人说 原来这个人脾气很不好的 现在怎么学了三年以后这个人都完全变了 我觉得很稀有 很稀奇 你们给他管了什么教育啊 他完全原来我们单位里面这个人是 啊 拍桌子很厉害的 这次出来都是根本没有 甚至这个人好像是像佛菩萨一样很慈悲的 没有什么稀有的对吧 修行肯定有它的正果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讲比如说 怎么想我们大乘佛寺里面修自他平等嘛 但是一般我们不修自他平等的人来讲 把众生当作自己很稀有的 但是通过受大乘佛教的教育以后 他长期地修理他心 断除了自己的我执 这个时候已经很好地修了 自他平等心是很修成了的 这样的话就把别人看作自己那样的 完全都是用平等心来意识同仁的话 这个也没有什么稀有的 他长期地这样训练最后已经成熟了这样的境界 这也没有什么稀有的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讲比如说我们怎么想 菩萨实际上利益众生跟普通人是完全不同的 那菩萨是能做到什么呢 比如说梵田 地势田这些菩萨对他帮助 对他帮助的时候 地势田和这些 最后准备即生当中给他一个报应 给他一个汇报 因为地势田和这些 他可以给别人吃一些天界的果位 但是如果他说你给我这么好的待遇 我也给你地势田或者什么天界的位置 菩萨那个都不求那更何况说 我们世间当中一般的一些小的快乐 小的一些这个词有点暴动 应该这样来理解第三个是这样来理解 所以像地势田还有一些天界的果位 这些都是他把拖椰一样根本没有什么在乎 那更何况说即生当中的其他人间的地位 人间的财富 人间的融化富贵作为菩萨是怎么会求这些呢 他都根本不要的 他大的一些地位和财富他都不要的话 更何况说是我们人间的有落的 不值得什么羡慕和欣赏的这些东西他不会要的 这没有什么可惜有的了 因为菩萨他完全知道三界犹如火宅 他知道这里面也没有什么即生当中求报应 他的利他行事并不是有条件 因为我今天帮助你你过一段时间可能对我会有一个回报 并不是向徒子家做徒子 我今天给你徒子过一段时间我可能融资以后 我这边要得到更多的收益不是这样的 菩萨的利他行不是这样的 第四个是什么样呢 第四个是不求 因为菩萨他求的是什么呢 依靠法宝化三生来利益无量的众生 而他并不是来世我获得了有落的人天的果位 不是这样的 所以没有什么可惜有的 今生来世的话 菩萨没有什么自私自利的心 因此利他行的话对真的发菩提心来讲 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我们不应该说这个人是真的很不错啊 很无私的好稀有啊 如果讲述当中生起菩提心的话 没有什么可惜有的 这是他的本分 他的工作 下面第三十六个是修行作业 修行作业说我们众生他愿意安置在波罗蜜多当中平等的 啊 因为菩萨没有什么对他高下 就是所有的众生都不偏断的 他不可能我的亲戚 我的朋友 让他安置到六波罗蜜多当中不是这样的 第三十七个就是愿大本体作业 愿大本性作业的话 见到这个利益众生 唯一的利益众生他是最重要的 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说他愿大本性 刚才见大意和意思是比较相同的 他在行持六波罗蜜多的时候 就是唯一利益众生在世界所有的行为当中他是最好的 通过六度饶益众生他觉得这是最有意义的 除了利益有情以外千万不要想其他的 《入行论》里面也是讲的吧 圣经过 阿玛阿多巴 南巴蒙布 仁博士 就是说除了利益有情的想法以外 除了利益有情想 切莫更私欲 千万不要想其他的 我们这里也是真的 每个人以后要想到人生当中 我们这次学《大乘经众论》的最主要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看能不能想到所有的众生得到利益 这是每个人哪怕是你今天离开世间的时候 也是想到尽量地帮助众生 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什么更多的 这样的时候其实生活非常有意义的 今天讲到这里 今天讲到这里 议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昨天的网络好像不是很好 昨天的有些听说没有得到传承 我再念一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开始 能够用的能够用的能够用的能够用 我希望你能读字幕文明 让你读字幕文明 让你读字幕文明 下面我们讲《大乘庄严经论》 《大乘庄严经论》是弥勒菩萨 他所造的弥勒无论之一 然后这里面主要讲大乘的六波罗蜜多的 甚深和广大的道理 哪怕是我们听一节课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们每天晚上在我们的课堂上 也有一些人醒来地听 但是听不懂的话也是希望听一节课听完吧 不懂也听完 包括我们网上有些人愿意听 他本来不是从头到尾全部这样听的 有些愿意中间过来听一节课两节课也可以 这是我开许的因为哪怕是一堂课 四个偈颂的功德也非常大的 所以我经常看到有些信赖的不是很有信仰的 但是以好奇心来听课的人 听了大概十分钟十五分钟以后就听不懂 然后坐也坐不住 脚也痛然后开始回去了 这样觉得有点点可惜 凡是这辈子也许是第一次听佛法 然后也许是你最后一次听佛法 所以这一节不完美不圆满的话也元气不太好 所以我建议即使听不懂 但是我可能讲大概五十多分钟最多是六十一分钟 所以还是要听听吧 好吧 接下来我们讲《大乘佛教》里面主要讲求法 求法我们前面讲所求的法是一种法 那么以什么方式来求呢我们用作意 平时我们行为也要求但是也要有作意 作意很重要的做什么事情呢 比如说一个做生意的人他经常作意赚钱的话 他也会到时候如愿一场的 有一个人他要想学科学的话 他每时每刻作意也会有梦想成真的时候 所以我们作为学习大乘佛法的人应该有必要 经常作意大乘佛教的内容 这里面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三十七个以上的作意讲完了 今天开始讲后面的部分 求他功德宝愿善即相续 为修佛所故 菩萨不住持 这里先讲第三十八个作意叫求宝作意 刚才求他功德宝这里面讲 那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将别人安置到波罗蜜多以后 因为这个人得到的利益是非常多的 如果我们世间的人我要帮助他 他可能给我一个回馈 给我一个回报 但是菩萨有点不同的他应该是想帮助众生 想帮助众生他所求的利益并不是自己得到什么 他的目标就让他再不断地求真理和帮助众生的利益 这个也就是说求宝 他有没有求回报呢 有求回报 但是求回报不是对我好 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做慈善 以前我们经常帮助一些贫困学生 贫困学生之后 他们很多学生后来已经找到工作了 有钱的时候 他认为是给我们回报 但我们经常跟他们也讲 我们也是想学菩萨的作意吧 因为当年我要帮助你 并不是你到一定的时候要帮我 即使不帮我 我一定没有这种想法的 你如果有能力的话 最好帮其他的众生 所以这是菩萨的回报 以前美国有一个人他开车的时候 当时撞到路边去了 有人帮他 后来当他离开的时候他说 你的名字是什么 以后我怎么样报道 他说你以后帮别人 这就是对我的一种回报 我们做修行大乘佛法的人 最好不求像现在的有些人讨价还价 或者说我给你当你成熟的时候 你要对我好 这个是世间有一些有囚报的 也就是说 这不是大乘佛教最好的作意 所以我们可能一下子很难做到 但实际上我们的确将来也需要这样的修行和作意 那么这是讲的 第三十八个作意 三十九个作意 希求作意 也就是说 他有一些希求和发愿 发愿什么呢 就是愿一切众生获得菩萨的果位 他希求的时候 让他们获得菩萨的果位 愿一切众生能获得佛的果位 愿一切众生的话 如果我有能力的话 想帮助别人也就是说 他有三个发愿 三个希求 三个希求就是愿众生 从一地到十地之间这样的菩萨 但愿他们能作菩萨 或者是十地末位的时候 我们成为最究竟的佛果 愿众生能得佛果的 还有愿众生他们经常帮助 得佛果以后 得菩萨果以后 并不是享受什么快乐 反正他们恒常能利益众生 我们也经常在念经也好 在磕头也好 或者在平时的发行过程当中 有这样的 我们藏地很多不认识字的 有些转经论 或者转绕神山 或者在什么地方磕头 这些的时候 他们都口口声声经常讲 我将来力量成熟的时候 愿能利益众生 其实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发愿 我们很多人 比如说有些寺院里面 汉地的有些寺院当中 可能操拜佛的人比较多 扫相的 拜佛的 这样多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为我健康 为我家里平安 当然这样也可以的 只不过这个发行比较小的发行 当我们以后 朝圣山也好 拜寺院也好 或者见到了高僧大德 或者见到一些非常著名的佛像 这样的三宝所依面前 我们也要发愿 愿众生得到菩萨和佛的果位 愿世间所有的众生 得到了佛的加持和感悟等等 这样来发愿 《大乘经庄严论》是非常好的一个论点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感受 因为它是非常全面的 很深入的 也很细致的 从方方面面讲 我们如果对《大乘庄严经论》 反反复复的闻思 可能把它当作课程 把它学得特别特的话 应该是在我们的行为 不会离开大乘佛教的规则 这个很重要 那么第四十个作义 叫相续作义 也就是说 般若波罗蜜多 并不是开心的时候修行 天气好的时候 有时间的时候 安心的时候 因缘具足的时候 各方面没有什么文缘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行持六波罗蜜多 心里痛苦的时候 天气不好的时候 身体不好的时候 甚至遇到了一些比较灾难性的 一种大的违缘 在那个时候 我们完全放弃六波罗蜜多 这不叫相续作义 所谓的相续作义 自从你真正加入了大乘佛教的团体之后 乃至有生之念 乃至生生世世 都在我们相续当中 不断地让它越来越增上 这叫做相续不断 其实在座的人都知道 大乘佛教并不是像别解脱戒一样的 我死了以后马上就破了戒 不是这样的 乃至佛国之间我们都发了愿 要度化众生 利益众生 那这样我这个世间是没有什么界限的 像买保险一样 我买三年的 四年的 或者众生的保险 有这样的时间节点和时间限制 而大乘发菩提心的话 只要我有生命 乃至没有得到三轮体功德 佛的最高智慧境界之前 我会要饶益一切众生 而且饶益的众生 他并没有分 对我好的要帮助他 对我不好的不帮助 不是这样的 所有的 旁生也好 人也好 所以我们大乘菩提心的内容 大家也应该深深地去思维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短暂的时间当中 没有想我现在只要学一点 就没有什么 因为我们的功德越来越增长 乃至未得佛果前 功德越有增上果 坚持不懈 勤精进 《大圆满信心修习大财寿》里面 颂词当中也吧 乃至佛果之前 我们的功德一直是 人有增上的机会 你没有得佛果之前 这个功德仍然可以越来越增上的 那这个之前我们不要携带 不要懒惰 不要去犹豫 应该不断地去修行 所以这个叫做相续作业 然后加行作业 刚才那个颂词里面讲 为修佛果 佛所果 菩萨不诸持 也就是说 我们依靠佛陀所说的 清净的波罗蜜多 我们自从发菩提心开始 一直不断地去闻思修行 一直不断地 不散乱地去闻思修行 那闻思修行的主要目的就是不精进的 最大的精进 就是不舍弃 不舍弃 最大的精进 不放弃 也就是说 加行作业吧 加行作业的话 实际上我们 比如说求布施的话 真正把布施的事圆满地做 佛法的基础和核心是什么呢 就是六波罗蜜多 六波罗蜜多我们很认真地去做 那么这样的话 最后菩萨不诸持变和不诸耳变 也不求轮回的果报 也不求寂灭的果报 这样的境界当中 一直不断地努力 所以我们希求解脱的法 在生活当中不断地去修 应该是在《阿毕达摩居士论诗》当中 有一个偈颂 他这个偈颂叫做 怎么说的呢 《若知佛法寿将经依止后》 他佛法的寿命 已经到到最后了 一直到到最后了 意思就是说 佛法已经处于灭尽 烦恼势力越来越强大的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希求解脱 不要放逸 不要散乱 所以佛法的解脱 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求 尤其是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我们可能有 各种各样的违缘越来越大 比如说像藏传佛教的寺院当中 以前有几百个僧众的寺院 现在好像越来越少 以前行持善法的人可能是 比如说在民间也好 在世间当中非常多的 但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反而可能是学到一些西方文化和现代文化 所影响的各种心灵的垃圾 人们都越来越重视 我们都知道每天都是看着手机 说地图桌 每天都是刷屏 主要里面得到的是什么呢 其实得到的很多都是跟我们的分别念相应的 跟解脱无关的 因此在这样特别浮躁和特别特殊的时代当中 我们希求解脱很重要的 但是真正现在希求解脱的人 不要说在家人当中 出家人里面也是越来越罕见 越来越稀少 有些人可能不懂什么是解脱道 有些人虽然懂但是因为自己的烦恼和业力 现前予以解脱道 背道而驰也有 有些人虽然懂也愿意求 但是因为其他的各种外缘等等 所以说我们获得了这样的人身的时候 应该希求解脱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是刚才讲到了四十一个座义 那么下面讲到 就是说 有些人虽然懂得 有些人虽然懂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十二个座义 下面讲 比喻率心中不息 这个是第四十二个座义 然后积欢喜四十三 欲修为证 不行四十四 欺行四十五吧 不拿受作义四十六 收集和习决定四十七和四十八 总共在这里从四十二到四十八 有这么多的作义 那么我们首先讲不喜作义 不欢喜的作义 什么不欢喜作义呢 如果我们见到波罗波罗蜜多退失的一些下列的众生 比如说不愿意布施 不愿意持戒 不愿意安然 什么行为的话 跟我们留波罗蜜多别道而辞 这种人我们不开心 不愿意从你的表情上 比如说一个人明明做得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也不欢喜 为什么学了这么多法 听了这么多经 已经砍了这么多书 还要发了这么多次的愿 那还是这样的旅交不给 甚至一点进步都没有 包括我们自己身上发生的也好 别人身上发生的 有一种不欢喜心 这种也是需要的 菩萨并不是什么都是高兴的 做好事也是一直赞叹 做坏事也是赞叹 随喜随喜你今天杀生特别好 随喜随喜你 这样也不合理的 这叫做不悉作业 显得有点不高兴的话 别人说你怎么了 我看到别人造恶业 所以我今天不开心 你可以这么讲 欢喜作业就是说 欢喜作业的预备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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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欢喜作业 如果见到别人布施 吃劫 做一些六波罗蜜多非常好的时候 我们也发自内心地欢喜 开心 见他修饰时而生随喜心 有一个叫释迦普 我以前看过汉地 一个很著名的佛传 若见到心布施的时候 而生随喜心 看到别人做随喜的时候 产生随喜心 随心之福德 欲识等无益 随心的福德跟布施 完全是没有差别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看到别人心布施的时候 产生欢喜心 产生欢喜心的话 实际上这样随喜心的功德跟真正气布施的功德 没有什么差别的 所以我们《极乐愿文》当中也是 听到别人心善的时候 心里放弃 所以基督心应该随喜 这样佛说同样得到功德 就是说 这叫欢喜作业 然后不心结作业 就是我们不兴趣 没有兴趣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人行持六波罗蜜多的时候 实际上形象上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是不分增加 伪装的 假装的 这个应该说我们没有兴趣 现在有些人也是表面上看来布施 表面上其实有谁放生的话应该也要知道 不然有些现在可能我要今天放什么什么生 我也给你发一个卡号你就把钱倒到这上面 有些信众觉得真正是他真的放生 但后来有些也不是这样的 所以听说有些人通过放生 通过修建经堂 通过念经等等这样的一些 表面上看来好像他在行善 但实际上完全不是在行善 只不过是利用这种平台而已 我们佛教徒也需要智慧 否则别人表面上看来可能是当着善知识 当着一些真正的修行人但实际上他有目的 他只是伪装的 外面他披上一些假的衣服而已 所以我们自己的观察 观察力很重要的 为什么佛教经常讲观察善知识 即使上师也要先用智慧来去观察 否则到时候上当数遍非常的不应力 尤其是现在依靠网络 佛学院供债 你把钱回到这是供债账号 但这个到底是给僧众供债 还是对你个人供债 也不好说 有些现在很多的 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信徒忽留苦头的 把钱全部供养了 供养完了以后就后悔了 然后去找有关部门准备打官司 打官司也很需要钱的 结果还是很麻烦的 对吧 所以我们首先应该有不信戒作义 不信戒作义我们对一些伪装的 我可能得罪了很多人 现在经常 也实际上是好行好业的 但很多人看不惯我 因为我在不同场合当中说了一些 我的目的 我对别人的什么并没有嫉妒心 别人找到什么 比如说别人土地太多了 我没有土地了 我没有什么 对人也没有什么我说 对其他的财物也没有什么 《入行论》当中讲的一样 凡是别人哪里 我也不应该有什么嫉妒心的 也不是你的 但是我很希望我们做什么事情 应该有智慧 大多数的人来讲还是可以的 刚开始的时候特别冲动 激动 迷茫 后来慢慢慢慢现在比较学会一些观察 学会增加分别念 所以这也是有时候有必要的 什么是不心戒作义呢 我们看到一些不合理的 表面上伪装的行为的时候 要分清 否则不合理的 我们要知道 对他没有什么兴趣的 心戒作义真正修六波罗蜜多对他产生欢喜心 刚才跟欢喜心有点不同 这里是有兴趣的 一般心戒有信心 他心戒是从这个层面讲的 然后第四十六个 不拿受作义 如果在自己也好 他人也好 行持六波罗蜜多的时候 六波罗蜜多的违品 比如说嗔恨心 嫉妒心 包括灵食 还有散乱 这些六波罗蜜多违品的事 我们就不接受 我不接纳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他在接受的过程当中 都有接受的权利在自己 所以我们看到有些 六波罗蜜多与他相畏的一些事情 尽量作为修行人不要去接受 这就是六波罗蜜多的违品 我尽量用智慧来把它断除 还是要换成智慧 这样的 然后手机 手机特别喜欢自己获得了 将来的佛果 散乱者在某个劫当中 你叫某个某个佛 当时你的所化眷属是多少多少 这样亲自得到了诸佛菩萨的手机 或者你没有亲自得到手机 但是你如果得到了 八地菩萨的一些瑞相 因为八地菩萨自然而获得了十方诸佛的手机 这样也是很好的 昨天我都有一个居士 一直抓着我的皮弹说 哎 堪波 你可不可以给我手个机 所以我说现在这么多人 没办法 我现在我也不太会手机 你也可能不是手机的对象 他也听不懂 后来我说可以 你明天到那个听课的县城 我给你手机 后来他说好好好 今天应该他在这里看看 嗯 怎么手机呢 他说 我要么听密法 要么给我手机 我说 听密法的话 你修完夹行没有 他说 什么叫夹行 我这样都是要手机 这个是手机 然后还要得 预得决定性作业 遇到决定性作业 比如说 获得一地菩萨的时候 他圆满布施波罗蜜多 那个时候一刹那间 震动一百个世界 还要能见到一百尊佛 那个时候 有非常不可思议的功德 并且能精通无名等一切知识 这是他想决定的是什么呢 想决定的一个受用 受用的话 出世间的很多很多的功德 这个也要作业 我们就想 哎哟 我获得一地菩萨的时候 一刹那间当中 能见到很多很多的佛陀 一刹那间当中 能赚很多很多的钱 这样就想 这是与决定受用的 还有一个与决定是土生的 与决定土生的话 一般到了十地之后 他就变成了一身菩萨 也就是说 我们在小城里面有一个叫 《最后有菩萨》吧 最后有之 同样的 到十地末位的时候 在备用转生到轮回当中 他马上获得佛果 是这样的决定 但愿我们也获得这样的功德 当然这些对我们来讲 可能还比较遥远 我们就像正在读幼儿园的时候 讲很多很高的境界的话 对我们来讲是有点 但以将来也是有必要这样发愿 那么接下来过后讲现见后事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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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讲四十九个座业 现见后事过 仁心如心 观平等 依如殊胜法 仁定知胜过 首先是趋入作业 就是我们菩萨已经发了菩提心的话 将来不管是转生到什么的 比如说人当中 天人当中 阿修罗当中 到哪里的话实际上都是必定要修大乘佛法 六波罗蜜多 所以相当于你已经见到了后事一样 我们在座的人都已经见到后事 为什么呢 我们都已经确定了 这辈子不管怎么样 已经发了菩提心 发了菩提心的话 那我下一辈子变成什么样的众生都要 不过现在有些人说 我现在学藏传佛教 我现在不学藏传佛教 我要学汉传佛教 我现在不学汉传佛教 我要学基督教 我要学伊斯兰教 我要加入极端分子 很多人也有这种的吧 这种的话不要说后事 连今世都没有见到 没办法的 但是真正发了菩提心 那就莫来陀 没有第二条路 凡是只有乃至甚深是 是通过六多万行来利益无量的众生 所以我们相当于见到 现见后事一样的 心已经趋入菩提心 趋入大乘教 那以后再没有什么退路 没有什么其他的第二条路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我们的作业 其实我们生生世世 大家应该这样想 今天应该发这个愿 不要想 我要学大乘佛法 可能过一段时间修行不成 那我要不要退了 或者说我要干什么其他的 这些确实是非常愚痴的行为 我们作为一个人 先用自己的智慧来 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 不要在中间边来边去 这是我们人生当中非常不庄严 那天说 智者们看来也不庄严 但即使不是智者 非智者看来也是不庄严的 今天学这个 明天学那个细心研究 上师如意宝也是在 大概五六十年代吧 有一个领导天天对上师有点恳不管是 叫赐这么戒利 有时候法王也很聪明 赞叹他说 你是真正上面的精神 你是通达无碍 你的口才特别好 他就特别高兴 坎普俊美奔究师真正是个好人 他是非常了不起 有时候法王他有点不开心的时候 稍微给他说了 你这个变来变去 你昨天是个好好的 今天怎么变来变去 所以我们见到后世以后 这辈子也是不能变来变去 应该是将自己的后世都已经确定了 就唯一的一条路 趋入大乘佛法这么想 然后第五十个作义 叫平等作义 平等作义就像不管是自己也好 他也好 行持六波罗咪多 我们的圣口义三门 其他的菩萨没有什么差别的 我的圣口义三门跟文殊菩萨和观音菩萨 他们的圣口义三门其实是一样的 他们也是要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我也要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我们叫做平等作义 佛菩萨供敬和行持六波罗咪多 用三门来供敬和行持六波罗咪多的话 我也是一模一样的 这样 我们就可以在一个位置上 在一个线条上 佛菩萨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利益众生 我也是加入了这个团体 已经想利益众生 这样我以后的所作所为 也跟众生有一定的关系 我也要跟佛菩萨一起学 其实他们的职职 职业跟我的没有什么差别 这叫做平等作义 生趣作义 生趣作义 颂词当中一入殊胜法 认定自身果 因为我们已经趋入了 大乘波罗咪多发菩提心 那不管是从地方面也好 从果方面的话 我们已经远远超过 自己都可以自己认定 我们的发心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很多的 已经超越了自私自利的 声闻缘举起 世间的这种人 这样以后 我们始终都感觉自己责任重大 可以说自己有读众生的这样的责任 如果我今生当中 不能读很多的众生 我要发愿生生世世 我还要延续我今生的广大誓愿 我要不断地利益众生 这样的今生和发心 应该非常非常地殊胜 所以这以上无是一个作义 希望你们有时间 或者这样的时候 应该再翻一下 因为我们讲一遍 可能不一定懂的 有些法师一直在辅导 这样很好的 讲完了以后 每一个都是要再继续消化一下 看看你的理解是怎么样 麦彭仁波切是怎么解释的 还有以前有唐代的一些诸授 这些有的话也可以做参考 好 下面就是讲 今天我们可能讲的 迪斯特罗诸 应该全部念完 跟上帝 勒 senior 没听啊 从下拉我在羽毛的 истории西部 define 栖子宙和一带 这是你的笑逐本就是一个眼光的 你的笑逐本就是一个眼光的人 你这个眼光的眼光的眼光的眼光 这一样的眼光的眼光 有一个眼光的眼光的人 因为你甚至看见了 你所说的的眼光的人 也不敢显示 今天把这篇全部讲完 你们要好好地 认真地听 嗯 多不多啊 如果特别多的话就略讲 不多不多 大乘请庄严论 他这里讲十度因所生 此等三座义 思为能恒强 增长菩提戒 我们前面讲了五十一个座义 那么这五十一个座义 实际上是从布施波罗弥陀道 一直方便大智慧波罗弥陀十度的因 那么这十个波罗弥陀的因 我们做以上的五十一种座义 依靠上面的五十一种座义 实际上是能恒强增长我们的菩提戒 我们那天也讲了 如来藏上面有善的种子 或者我们有行持善法的六波罗弥陀的种子 那六波罗弥陀的种子 依靠上面的五十一种座义 其实人的心很重要的 我们经常作业的话 我们善根越来越增长 你的修行越来越好 我们如果经常恶作业 从早到晚生嗔恨心 生贪欲之心 生嫉妒 傲慢 这样无根本烦恼的话 我们会增长很多很多的烦恼 所以我们相续当中的种子要增上的话 一定要通过这种方式 因为求法品当中我们都要讲 依靠佛法的力量 或者以一种座义来真正能增长这样的功德 这个很重要的 唯一的增长 我想是 我们通过听法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大法聚经》当中也是说过 《大法聚经》里面说是 我们好像前面用过吧 若人常说法 若人来听法 如是二种人 显得无量福 这种人获得无量无边的福德 一个人听法 一个人讲法 那么这两种人 确实是很大的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辅导员 辅导员有时候讲得很好的 但是一直是找不到人 如果找到一个人的话也可以 你过来 来给我听 我跟你讲 原来我们有一次学居士论 居士论很有兴趣 但是我辅导的时候 只有一个喇嘛 那个喇嘛每次都是下大学的时候 我在那边一直等着 他就广角过来了 然后大学里面 广角过来听 最后我们两个 俱士论的大寿全部都辅导完了 有时候我觉得两个人做善事的话 其实是有些人听法 有些人讲法 这个功德非常大的 因此我们现在也是通过听法和讲法的方式来学习大乘佛法 我们那天已经说过了很多次吧 我还要说很多次 学习这次《大乘经庄严论》的话 麦彭仁波切说 听闻和传讲 获得了所有的听闻和传讲 大乘佛法的功德 这个真是不可思议 所以我看你们听课的有些的确也是比较忙 尤其是我们现在往路上听课的话 在中国这边还算是比较好一点的 可能是八点钟的话 基本上很多人下班还算是可以的 但是在其他国家的 我那天看了一下 其他国家的很多人有些在凌晨三点钟听课 有些是在早上五六点钟听课 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但这个也非常随喜 我们为了佛法应该大家一起值得努力吧 这是我们讲的作义的 前面讲作义增上功德的原因 下面讲宣说希求的分别 求法其实有很多求法的方式 那么这个如果分析大概有十三种法 当然这个是很多法行为以上的 还有菩萨 佛地之间不同的分类 下面我们可能稍微也了解一下也可以 那么增生意乐大 须见闻求法 由断无所断 如是得自在 他这里我们所求的法是有教法和正法两个方面的 分析有十三种 那十三种首先我们从正物方面分有三种 正物方面怎么分三种呢 首先我们在凡夫位的时候 包括我们现在 一直到世间当中的第一十法位之间的 闻思修行的求法实际上是 依靠这种听闻佛法让我们相续当中的功德 越来越增上 这叫做增上我们的功德 这叫做增法 然后从第一地到七地之间他的意乐很殊胜的 因为他这个时候完全都是 自他都学了平等 这个法叫做生意乐法 殊胜的意乐 那个时候已经获得平等的果位了 从八地到十地之间求的法 叫做大法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分别念了 就是应该从八地以上没有分别念 所以没有分别念的法当然是非常大的了 这个法非常大的 所以这三个我们颂词当中是 增生意乐大这三个是承许见闻菩萨 智慧和悲心恨见闻的菩萨他所求的法 就是承许所求的法 这是从所求的证悟方面分的 从所断方面也可以分三种 那三种 一个是有端 一个是无所端 还有如是得自在 这三个 那么这三个我们怎么分的呢 当然这个分法可能有不同的 主要是从凡夫地 一直到心界地 就是自量道和加行道 在这个时候他所断的法 他有所断的 有什么所断呢 因为我们一般还没有得到一地菩萨之前的 就是他的意乐也不稳固的 稍微有一点好友 不好的朋友的话 他的性格和信心不断地会改变的 所以一直到资粮道和加行道的这个 叫做是有所断的 从一地到七地之间他的意乐都已经稳固了 那个时候不会容易被随着外境 环境会转的 这叫做无所端 这种法叫做无所端 到了八地到十地之间 一切都获得自在了 神通 神变 心境的国土庄严 所有的功德人云自成的 因此这叫做自在 获得自在 这样我们所断方面的三个法和 所断方面的三个法 总有六个法 从一地到十地之间 一个是正面的 正物方面讲的 一个是反面的 他所断方面是六种法 那么六种法刚才不是有 他所求的法的差别有十三种 十三种的话 这里面已经六种了 那六种的话 下面六二一十二 再加上一个十三个 知道吧 哎呀 昨天他们喊过我的 他们讲的可以是吧 我当时没有时间 我现在好像 普贤心愿品的前面和后面的 每天都是没有时间念 所以说有时候不能参加讲考的话 希望你们要理解我 不是不想听的 但是人有时候非常忙的话 很多事情不得不忽略 这是讲的三个法 中国有六个法 下面就是菩萨之心求 无生有生有得生 还有缘生多我我满 细满无我满 总共应该有七个法吧 七个法 这个也是有不同的层面来分的 那么下面我们知道 菩萨所求的法有无生的法 有无生的法 有这几个 首先从我们获得层面来分 有总共有四种 也就是说凡夫的资粮道 还有加行道认为之前的话 其实还没有获得了真正的法身 所以叫做无生法 刚才颂词里面就是无生吧 无生法 加行道末位的十第一法 十第一法实际上是断除了一部分所取的 所以获得了部分的法身 那个叫做有生法 这个分析方法可能也是不同的 有些当然解释的时候 资粮道的时候是无生法 它没有获得法身 大资粮道因为它有法相续的等词 还有加行道的时候 无分别的智慧也已经有了 那个叫做有生 它这里有生不是肉身 主要是法身 这两个 一个是有生法 一个是无生法和有生法 从一地到七地之间 菩萨能显然见到了真正的 生一地的意义 无分别的智慧 这叫做真得法身 得法身 得身 无生 有生 得身 这个已经善格了 从八地到十地之间 当然是无分别 这个叫做圆满身 这是我们从所得的上面分 有四种 无生法 有生法 得身法 还有圆身法 这四个了 再我们继续分的话 无傲慢分三个 怎么分呢 也是从十地法为以前的 从资粮道和加行道 资粮道和加行道的话 我慢就比较多了 这叫做多我慢 每个人 只要不是凡夫人的话 不管他怎么装 还是有一些傲慢的 《居士论》里面讲 其中傲慢嘛 肯定是有的 有些人说 你好傲慢啊 你不要这样嘛 你谦虚一点好不好 太傲慢了 我都看不惯你了 但实际上你自己肯定相续当中 也有很多傲慢的习气 只不过是你自己没有发现自己 不然你自己也肯定是傲慢的 因为你还没有到一地之间 一地之间谁都是比较傲慢的 穿着一个新衣服都是很傲慢的 开着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车都是 然后一直窗户打开 跟大家都是看 然后买一个新的手机都是 在别人面前一直摸 一直摸 所以我们这个傲慢 少少的一个东西 让自己傲慢也会有的 这是傲慢比较多 一地到七地之间 它虽然有傲慢 但是那种窝慢很细的 因为断除了那个时候边际部分的窝执 虽然它有俱身的窝慢 但是那个时候叫细窝慢 心慢 从八地到十地之间几乎没有傲慢性了 那个时候无窝慢 这个是无窝慢的法 所以我们从法上面分的话 实际上是不同的次第 有些是从刚才菩萨所求的 所得的层面来分 也分四个 傲慢层面来分也是分三个 这样我们前面有六个六加七 有十三种法 这是菩萨所得的法在分的 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是 唯有好好地求学 还没有达到更高的要求 在这个之前 尤其是我们很多人是资粮道 还没有入资粮道的 这样的 这些人我们先以求法为主 求法的话 将来善根越来越增上的 《大宝积经》里面讲 为求法故不惜生命 《大宝积经》里面说 为了求法的话 我们不惜自己所有的这些生命 修著善法 心不厌重 修持善法 不要有厌倦心 其实这个我觉得很好的 有些是为了求法 不管是什么样的足处 什么样的辛苦 都愿意放弃的 就是为了我们前面是三种法 有些是菩萨境界 现在可能我们很难获得到的 但现在至少也是 具有听闻功德这样的法 那可以说 求法故不顾生命 我们为了求法的话 自己的身体有些都是 不过我也有一个建议 有些为了求法一直不堪病 这样也不是个好事 为了不断传承 为了太坚强的话 最后身体都已经搞坏了 这样也不太好 虽然求法很重要的 但是所有的不顾生命 你在苦行过程当中稍微冷一点 热一点 累一点 这方面不顾很好的 但是关键的有些 医生明明觉得你必要住院啊 我不愿意住院 我要听传承 这叫做不顾生命 叫固执的人 应该还是要悉心治疗 这个很重要的 如果你身体养好的话 将来可以求更多的法 还要弘扬佛法 我希望还是有些身体不好的时候 把传承很多都是 我都是经历上半年的时候 因为身体的原因 所有的传讲佛法 这些都是暂时暂缓 所以有时候我们听传承 听很多法 虽然《大宝积经》里面讲的 为求法顾不顾生命 但是我们还是在另一个角度方面 为了求法更要珍惜生命 这个很重要 只要有了生命 其他都比较好说 这个是一个 下面我们讲功德 讲简单一点吧 这个不多 传承念文了 见闻法有舍 无舍相无疾 神通知财富 无尽法为因 那么讲文的菩萨 他所求的法 也就是所求的法的结果 实际上有几种 有四种 一个是有舍的 一个是无舍的 还有财富 还有无尽的法 这四种是什么呢 首先是有舍的 有舍就是我们所谓的身体 通过求法最后变成什么 形成功德32秒像和80水号 这是闻思修行的结果 我们现在很好地去闻思修行 将来我们获得佛果的时候 身上有相好的圆满 这是有舍的 还有一个无舍的 无舍除了刚才舍法以外的 还有树云 相云 心云 世云 那么这四个云 无有贪争之等 烦恼的疾病 根本的因是什么呢 也是因地的时候闻思修行的法 我们闻思修行的法 将来我们的舍云也好 树云也好 相云所有的贪嗔痴等 这些烦恼疾病都没有的 因为现在我们凡夫人 我们的思云 相云 都是有贪嗔痴的疾病 有时候心情不好 有时候身体不好 有时候我们的感觉不好等等 有很多的疾病 所以这是第二个 无舍的相其实无极的因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闻思修行的求法 将来无舍的功德 根本的意思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我们现在这样很好的去求法 将来获得出世间的神通 神变 出世间非常多的一些功德 财富 包括信心 无路的智慧等等这些 也是依靠求法的因而得来的 还有一个什么呢 我们获得了无尽的因 也就是说 远离一切生老死病的这样涅槃的因 无尽法 这些因全部都是求法 所以我们现在求法非常有必要的 《梵天清闻经》里面也说过 如果菩萨求到了四种法 那么这个菩萨修行是成功的 什么是四种法呢 一个是稀有的缘故 这个佛法 稀有的缘故 会增宝像 第二个是无病的缘故 药来像 第三个是富有神通的缘故 珠宝像 第四个是无尽的缘故 做涅槃像 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这个佛法应该是珍宝像 好像这个我原来翻译的时候 发到微博上面 但是谁都听不懂 后来我很伤心 我自己觉得是很好的教证 我发上去结果谁都不看 就是反而下面做一些不太造业的评论 我都有点那个 好像我这个发过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佛法 像珍宝一样 珍宝不是处处都有 所以我们得法在人生当中 也是不是处处都得 你想得的话 听传讲的人不一定有 如果有传讲的人 他不一定有传承 如果有传讲的人 这不是随时随地都有 即使有的话 他这个世间也是有限的 你看我们很多善知识 纷纷地离开这个世间 所以这个法非常比珍宝还难得 所以我们把它当作珍宝来像 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贪嗔痴疾病 依靠佛法来可以治疗的 所以我们把它当好药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药来像 这个佛法 实际上它是非常难得的 依靠它能满足一切的所缘 能承办重大的事情 所以把它向着珠宝来像 当然这个好像也有不同的比喻吧 到时候看 应该有不同的比喻 然后正法就是涅槃香 我们其他的一些 暂时可能能熄灭一些痛苦 但实际上不究竟的 依靠佛法 究竟获得涅槃 所以说远离生老死病的话 法很重要的 因此我们在求法的过程当中 难得 珠宝 稀有这些长期应该想 尤其是我们最可能比较好懂的 佛法把它当作甘露妙药 真正能熄灭众生心里的疾病 我都经常这样想 我们讲课的这个时候 基本上没有什么烦恼 很快乐的 不说什么他的无形的功德 包括在讲法的这一两个小时当中 心可以专注在佛法上面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功德 我们听者也是这样的 讲者也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讲了四种因 下面从所段方面讲的 所段方面 他这里讲了有十种所段 那么有无欲争顺 亦多则差别 如名多亦之 如亦之 否之亦舍弃 否之正应断 这个所求的法 我们要断除的这个法是什么呢 从《般若经》的观点来讲 有十种分别念 什么十种分别念呢 有的分别念 无的分别念 正义的分别念 瞬间的分别念 四种 在这个上面加上 义的分别念 多的分别念 还有自体的分别念 差别法的分别念 如名一样 多亦的分别念 如义一样 多名的分别念 或者是依靠名而执着义 依靠义而执着名字等等 这样的分别念 否则应该可以断除 下面讲义里面引用了一些《般若经》 把根据《卫世宗》的边际法和一塌七合 还有原成诗进行对比 讲了很多的 如果按照讲义里面《般若经》的观点来这样解释 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不是特别好懂的话 你就可以想 凡是我们所求最究竟的法是什么呢 最究竟的 远离一切细论的法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要断除所有的分别念 因为分别念其实并不是适合法的真正的真相 这样我们本来没有的法把它当作为有的话 这也是一种分别念 本来有的东西 比如说像原成诗之类的 本来有的东西把它当作为没有的话 这也是分别念 本来是遵循正义的 本来没有的东西变成正义的 像功德这些 很多不同的差别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从究竟意义上面要断除十种分别念 这个是他的课範上面讲断除硬断 断除的所断 那么最后宣说求法的殊胜摄义 善慧应用情如是求二法 恒称众生是如海满功德 那么我们以上已经讲了 这个是求法品 求法的菩萨他具有智慧和具有善良的心 他依靠他的精进和勇猛力 会求什么样呢 神医地和世俗地的法 善慧的菩萨当然这个解释方法都有 我们这边也有一些不同的 下面的讲译稍微有点不同 善慧的菩萨 他是依靠他的勇猛力 会求神医地和世俗的法 那么求到这个法以后 他就恒时变成了众生的导师 因为你有了精通圣医地和精通世俗地 那肯定你是众生导师 心灵导师 什么能够成终生的导师 他的功德像大海一样 大海里面珠宝非常多的 或者说大海水的宝藏特别多的 那么他的功德一直是没有什么亏损的 没有什么瞬间的 像大海一样的功德 因此发菩提心的人 我们都可以说善慧菩萨那我们善慧菩萨在求法过程当中 不要有远走心 应该有一种求学的 有些人已经十年 二十年还要求 三十年 四十年也要求 百法常常的时候还要求法 这个很重要 不是听了一两堂课 听了一两部论典以后 我毕业了 毕业了 其实毕业是一个战断性的一种称呼而已 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毕业的 我们学习一直在路上 这个很重要的 多闻不严奏 勇猛请求法 《大宝积经》里面讲的是多闻不严奏 勇猛请求法 意思就是说有多闻的 没有严奏的 勇猛求法的 这样的人如闻二言说 不希求利养 这个我很喜欢这个教证 意思就是说 多闻 广闻不学的 不会远走 听了一两堂课以后 再也不来了 我们包括讲考研究班 有些是已经来了一个学期就 再也看不到了 有些是已经来了一年就 再也见不到了 好多我都很喜欢 喜欢十年前的那些讲考的人 现在还在的话 我觉得他们多闻不严奏的 但是他们可能多闻是有的 我相信多闻的 但是严奏说不是严奏吧 已经是满足了吧 或者累了吧 疲倦了吧 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包括学会里面的辅导员这些 讲了一年两年马上就没有了 这是很可惜的 应该多闻不严奏 还有应该勇猛清净 不要 表面上好像每天都是在听课 但是边吃一个馒头 边睡着了 这样的话 听完课以后 还馒头都没有吞完 这种行为不太好 所以应该勇猛清净 我们求什么法都是要 有一种意乐 兴趣很重要的 做善事方面 我们造恶有时候还是有意乐的 我们求善法方面 为什么没有意乐呢 这个表情还是很重要的 然后我们的心情还是很重要的 做什么善事的话 应该有一种欢喜心 惊情 激动 有一种激情 这个很重要 如果有了这样 你看现在世间一些做慈善的人 讲过学的人 那么地激动 这个时候有些人自然而然有一种气氛和气场 这个很重要的 这样以后我们自己获得到的法 也要尽量地给别人演讲 给别人演说 当然演说的过程当中完全是利益众生的 不是自私自利求命为利安的 为了自己的名声搞各种各样的宣传 刚开始不搞宣传 低调低调低调 然后慢慢慢慢搞搞搞 现在可以上来了 然后他下面很多弟子 也是在给他开始遥控 现在再稍微搞一点 不错不错不错 现在还要不断地搞不断地搞 最后就 噢不行了 太高了 掉下去了 这样不好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作为法师 还是要改低调的时候改低调 但是改讲法的时候应该讲法 自己所求的法 尤其是你们很多人不要想说 我永远都是在这个道场当中 法王如意宝在十七九学六年了 六年已经毕业了 我们这个小学 刚好小学六年已经毕业一样 但法王下来以后怎么样弘法利生 当然我们都是不能跟菩萨相比 但我们还是有时候你到美国去留学四年五年 那你去英国去也是四年五年 那回来的时候你要做时间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求学的话 有因缘的话长期在那里 如果没有因缘的话两年三年 五年 十年 那我要有弘法利生的能力 所以我们应该讲求法品里面 先勇猛精进不演奏观物薄学来求到法 然后求到法之后要给真正的没有什么条件的 不是自我宣传和自我利益的 要想给众生利益这样的话 大乘佛教真正的他的精神精髓也是这样的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去找门子宣传和自我宣传和自我宣传和自我宣传, 了解 到你们你们的眼泄历也是这样的 宣传和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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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 了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